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从语言的前端 语言的中间层到后端 以及最终可以产生一个有效的执行党 针对Glunus上的一个合理的 正确的执行党 然后在我们探讨这个议题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 比如说有个东西是我一直在尝试做的东西叫做所谓的七百行系列 那这个七百行系列其实包含一些东西 我可以看一下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 所以你的画面都可以看到说这个七百行的包含出另外一个编系 那这个就称为叫Ruby 这个Ruby就跟那个程式源的Ruby 其中是像你听过那个Ruby去学习的 但是这个东西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是他把程式码控制在七百行 就是说 基本上里面有一个Ruby的一个子集合 然后他可以去解析类似Ruby的程式语言撰写出来的这个程式 那以及做什么 做just in compilation 所以这个速度有机会比原本Ruby快多了 那另外呢就是MiniOS 顾米式就是它是一个小时的一个针对Amp架过的作业系统 那这个东西呢是控制在四百行列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例子啊 像是如果 Blade Tracing 然后这个3D Render 那不然说后面还有一些虚拟机器啊 已经我们今天的重点 它是一个具体而为的系列编辑 那我们讲这个更细节之前啊 再继续看啊 再继续看一些历史啊 那我刚好最近有一些空档啊 就是成为这个奶爸有些空档啊 有时候就回顾一下历史啊 那我就发现很有趣的地方是 其实我整整20年前啊 就是1998年的时候我做什么事呢 我在那个Stakeware Linus 可能有没有听过这个 Linus 反正还是跟那个 Ubuntu 啊 Linus 啊 之类的啊 都是一个 Linus 的发行套件 Linus Distribution 啊 然后我那时候呢 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在我的苗栗咬家啊 然后用很缓慢的这个 用很缓慢的拨接 然后从原始程式码开始编译 那编译了2.8.1 那是在整整20年前的3月份释出了 然后呢 刚好在上个月呢 777的8.2.0释出了 所以你看 一个是2.8.0 一个是8.2.0 那过了整整20年 然后呢 你看 以前呢 在整整20年前呢 整个原始程式码打包之后呢 才多大 才8MB而已 那全部程式码还不到50万毫 那其中 呃 西元钻型部分是33万毫 然后更有趣的地方是他测译程式码非常简短 才200多毫 但是你看现在这个程式啊 这非常很多啊 光是原始程式码压缩之后呢 就是这样 就是109MB 然后原始程式码规模高达752万毫 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件事就是程式码呢 程式码规模差两倍就差很多了 跟你说这个差的数量啊 已经是一两个数量体的差异 这个 这样的差异其实会导致非常可怕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这种GCC作用工业强度的编译器呢 已经是 你有很难去掌握的 它真的太复杂了 好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学习编译器呢 很多时候呢 其实不是在开发新的编译器 好 最讲啊 虽然今天探讨一个新的编译器 像阿玛西西东的这种编译器 但是 我不是要让大家每个人都有能力去做新的编译器 不是 而且你自己做出来新的编译器 往往可能没办法实际的使用 那你会不会觉得挫折 为什么会去开发新的编译器 今天我关键当时在探讨 就是我们要知道 线型的编译器 尤其像GCC这种工业标准的编译器 它到底做什么事 以及呢 我们怎么去使用 去使用这样一个编译器 做到我们期望的功能 那已经说 这样编译器到底是要朝什么方向去持续再开发 你想就是说 20年前有GCC 2.8.0 那20年后的今天有GCC 2.0 差了这么多倍 同样还是在编译器的程式 但是你看说 里面的最佳化的处理 它的硬体的资源 就不同的GPU架构的资源 还有各式各样硬体的特性 还有预言的特性 像以前很多车都是单功能 那时候很多硬体都是单核心 这样很不一样 因为很多都是多核心的 都只是虚核化 真的还有益值的多核 包括说你有CPU 有GPU 可能还有一些 TensorFlow的加速器 所谓的这个叫做 DOA 这种Deep Learning的Excelerator 那这个东西都是考验到编译器的 过程度的时候需要编译器 那我们呢 这边就抛转影域 开发一个小型的编译器 这是我们两年前开始开发的 然后这个编译器呢 我们这叫 Amma CC 这要这么解释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两年前呢 那时候有选举吧 就跟现在一样选举 那时候选举呢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就是很多选举的候选人嘛 都要推托说就是 因为 Amma 提醒他们要去开发 要去选 要去选 选中统吧 选市长 我都要选什么 他就是说 Amma 提醒 所以他们都等不出来 所以我们就觉得 Amma 力量那么大 所以我们就想 Amma 提醒 我们要开到西元编译器 然后我们就开发一个东西 Amma CC 然后这个编译器呢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它只支援了所谓 Sale Conquire 就是说 Amma CC 它是一个吸引编译器 你可以来编译自己 那你会得到一个合法的执行党 那你拿产生出来的执行党 去编译自己 也是编译的过 所以我们就叫做 Sale Conquire 等我们来跟西元讲它的意义 然后这个东西呢 很有意思 它可以支援 它可以支援这个 Just in time 所以在 Amma CC 你可以想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在哪里 你想 假设呢 我今天想要去加速Ruby 加速Python 这种程式员 一般来说 过去来讲 都不太快 那如果呢 我今天有一个工具 可以把Ruby 先把它转换成 转换成西元 那 你就可以做一件事 把Ruby 或者Python 把它转换成西元 那西元再丢给Amma CC 那Amma CC 因为它背后就可以这样 直接去 执行 去编译跟执行 所以 你可以想说 其实我就 我就瞬间做了什么 瞬间始作出一个Ruby 或是Python的加速器 但是从那里 你就不用搞懂 个别应题要该做什么事 不需要把 你知道能够把Python的运法 把它转换成西元的运法 或者做一个等价功能 其实就可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在那里的 就是说我们用非常简短的程式码 然后呢 它刚好资源 刚好我们在意的功能 但是过程中呢 我们又可以 从 从 这样的一个设计 去学习到 有很多 呃 不同的这个什么 不同的这个 议题 那么看一下 不同的议题呢 第一个就是 Ir 就是中间表示式 然后再是说 在阿曼西西来讲 它在设计的过程中很有意思 它一开始就支援这个达名领域 那如果有接触过 购物园的朋友都知道 购物园呢 一直到比较晚期的时候 才支援这个动态连结 一开始都只能产生静态的这个资金打铺 但是我们这个阿曼西西一开始 就能产生动态连结 那动态连结的意义很大 意义在哪里 就是说 你可以去沿用 现有的这个韩式库 所以帮助说 西远的韩式库 或者帮助说 其他的 甚至 可能还可以去使用到 这个 呃 这些 这些韩式 你要用的话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意义在说 我们可以让你资议党 可以去 存取到更多的资源 把既有的服务进攻起来 就像刚刚提到的 你可以用这样的机制去实做一个Nubi 然后开始这个加速器 这也是 其实 这也是我们最 呃接下来 接下来 会去 尝试做的事情 那除了这以外呢 还要处理一个东西 要读location 一开始不懂的 就等下我们再去看 那过程中还要 涉及到什么 啊 啊 啊 所以帮助还有 城市语言的前端 那如果说你在大学的时候 是读这个资讯工程 嗯 相关科系的这个朋友呢 那应该读陌生 你会接触到一个东西叫 资讯理论 好 然后你会看到一些 automata 那你会去学城市语言啊 或者有些大学的课程 还有编译器 那你会可能去开发个 小型的编译器 DEX跟YARN 好 那我们今天呢 你会来看这部分 那除了这以外呢 你还可以学习到 UN的这个直线编码 还有他对应的这个ABI Appication Finance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呢 是延伸这个 在2008年 就是在今年 今年这个Cost Cup 有个演讲 这个演讲 很有意思啊 好像参与的人 也不算少 就是这个 有个朋友叫公民球 就拿这个阿玛西西做探头 我们等一下呢 也会拿这份投影片 做一个参照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 阿玛西西产生出来自己打 你编译完呢 阿玛西西就是一个什么 暗的直线打 暗的直线打 然后呢 它可以直接带的 在格勿命的14上 然后它的程式码行数呢 到今天早上的这个版本 是1473 所以这个是全部用西元写的 那当然里面有一些部分 可能乍看起来不像西班 本上它都是一个合法西元的 层次撰写的 那所以我们用 产生出来的阿玛西西执行党 可以去编译阿玛西西联系 这是一个很 我们等一下会来探讨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就是说 编译器跟这个软体工业 其实有非常高的观点 所以请各位特别注意到这件事 就是它的这个 在这个软体工业 其实太多事情 只有是你我去认真学习 阿玛西西有份简报 他提出的以这个军火 军事工业的这个 的规模来看 那你可以跟他说 1960代 他的这个F4 那这个战斗机能是怎样 他只有80%是软体控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那个年代有什么东西 那个年代 1960年代末期最知名的事 就是那个 我们的一小牧师的那一档 那个阿玛11号 那是在1960代末期 所以可以看到当时 其实 帮我说 阿波登陆计计划 帮我说这些战斗机 基本上它的 城市都是 都是用那个950开发 所以它开发非常漫长 而且软体呢 在整个系统的地方 的重要性不是很高 就是8% 很多说 都会切回去到特资的硬币 去解决问题 但是在这之后呢 就不一样 在这之后的话呢 就像70代 这个软体的比重率高 45% 就很重要的 甚至会发展的 就是类似阿波的这个 城市语言 叫Jomia 那 类似阿波的 城市语言的风格像什么 像戏源 像Java 就大概知道 那种缩排 或者那种流程控制 类似阿波 到80年代的时候呢 F22 它已经80% 是需要融体 所以你可以知道 软体是整个系统欣赞 这也是为什么 你会对这个 讲座有兴趣吗 大家都知道 哪里面有重要 那你可以看到说 在1980年代 这个F22的城市规模 规模已经达到170万 然后 这个世纪的开始 这个像F35 整个战斗机 像是它城市规模 以前是说2400万 的城市规模 这个量很其大 然后更有意思 一方是说 像这个 我们都知道 Tesla Auto Pirate 这一系列自动驾驶车 软体规模 有可能会比上面的规模 再大个百倍 所以你看 一百万行的一百倍 是多少 就是一倍 这个这么大一个规模 那其实你需要 投入的软体 不是只是累积而已 最难叫做 验证 像现在很多软体发展 其实很大比例的时间 都花了验证 不只是IC设计产业 是这样 包括说 像前面讲 军事的 或是一些 核子工业 然后 其实它的这个软体验证 都非常大的 可能成本都占一半 那有些就可以去参考 i4.1 1012 i7 61508 dash3 然后 这个东西呢 跟编辑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很有意思 就是 我们都知道 就是说呢 在 在过程中 我们要去 因为 整个系统出错的 代价实在太大 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讲的 晶面设计的领域 i7设计的领域 在 二十多年前 曾经intel的浮点运数 就是处理器里面 做那个浮点运算的 出错 导致intel 出现了 高达 4.7亿美元的这个损失 这个是 这个损失非常巨大 这个损失非常巨大 而且这个对商业很影响的大 还好intel在很快的处理 这件事会越来越重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这样 光是iPhone7 还不是最新 iPhone7 它的电机器数量 达到33亿 那你都知道 电机器一个地方出错 很可能整个东西都变成破铜烂铁 真的变成破镇价值很转快 可是目前 这个电机器数量高达33亿 33亿的这个电机器 你要怎么去验证这个内容呢 这个难度太高了 你不可能说 只是用盲目这样去测试不可能 所以后来呢 有些方法怎么样 什么数学 对你没清楚 数学 所以现在大学有一本课叫做计算理论 计算理论 计算理论 那事实上呢 他就开始有些数学问题 数学议题 讲的提及问题 然后你就去思考什么 其实呢 很多很多东西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达到这种高品质的事情 其实他是要从很多去看 第一个是吧 程式 程式码层面去做验证 然后呢 事实上编译系有可能产生非异许的程式码 所以这个编译系要验证 然后执行时期的这个比方说C的long time 就是说如果你对Linus比较熟悉的话 它有什么东西 像这样的东西是吧 这C原的韩式库 像这样的东西 你要办什么 它就是变 它就是执行时期的 执行环境的程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是什么 我们今天要讲究终极安全 事实上是什么每个层级 从你的程式码 从你过程中所使用的编译器 那编译器因为还会运用到这个 语言的long time 比方说像西文long time 然后不然说下面是什么 API API要看它说是像你是 Rust 对不对 或者说你是 Assignments 或者是通讯协定 对不对 一来一往 这样注册的东西 因为它的涉及到问题是太大 像这个智慧卡 可能大家知道 听过像NSP 或者Inframe 这样的公司 它很大比例也挺松的 其实来自自卫卡的这种生意 像中国大陆的这个 所用的这个银行卡的系统 其实也是用NSP 这样的一个公司提供的 你看中国这么大的地方 看起来好像很多公司都做很厉害的东西 已经都可以做手机晶片了 但是呢 每天在用的一些支付 不管用什么巴打卡之类的 那里面很多晶片都还是不能自己做 为什么 因为所有每一个环节 硬做一些编起 每个环节都要这样充分认证 如果没有做完的话 它会涉及到巨额赔偿 你会想介绍 假设每次扣款的时候 都会少0.01块 那你想想看中国这么大的人口 每次扣 每次刷卡的时候都会 支付的时候都会少0.01块 那你看 这种巨额赔偿还不用 不用很多天 光一天的那个量 都进来了 所以你看到整个我们今天讲这个 形式化验证 好像讲的东西很多 但你可以看到编译器 在这过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 在这个讲座里面会去特别看到这个什么 这个编译器 所以希望大家对这个东西有更加的理解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根图片 这个是共笔 这个共笔 就是用1500 实际上不到1500 那去开发一个可以自我编译的吸引编器 来看看这个图片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个编译器 就是一个编译器能够编译自己 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比方说像我刚刚讲的阿玛西西 它编出来的执行档 对不对 它编出来执行档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安格执行档 那你可以拿这个产生出来的安格执行档的 来做什么呢 来编译自己 所以你看我一开始阿玛西西点西 显然它需要其他编译器 对不对 因为执行档不能产生出来 但是只要产生GC 就是产生什么 不管是GCC去产生 或者其他编译器产生 那总之阿玛西西只要能够产生出执行档之后 它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一个编译器 所以它可以来编译自己 那你看这件事跟GCC的发展也有关 很显然第一版的GCC一定需要其他的编译器 我们会想一下当年Lucas Dorman 开发GCC的用意是什么 因为它发现这个软体要能够自由流通很重要 所以它创立一个东西叫自由软体基金会 叫FreeSoate Foundation 它想到什么 它就是通过这个GPU这样的规范 把软体的布置软体的发展 软体执行的行为都做入规范 自由不是这样的随便 自由是在什么 保障 后续的软体都还是在 我们所谓的Stowway Freedom 也就是说软体都可以自由流通的前提下去运作 所以在Lucas Dorman这样的认知 它就需要一个什么 它就需要一个作业系统 是可以自由流通的 那这个作业系统本身 它的程式码也是这样的 公开释放的 公开可以存取的 那过程中它当然需要一个什么 编译器 那这个在Lucas Dorman的认知之后 它就用西约的编辑器 那也应该也是一个自由软件 所以刚才讲自由软件的编辑器叫什么 叫GCC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第一版的GCC显然要进入其他拖拳 因为你还没写出来 但是一旦GCC能够编译自己之后 那产生出来的GCC执行党 就可以来编译GCC了 就是拿来编译GCC 产生新的执行党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旧版的GCC 去编译新版的GCC 得到的执行党 然后可以再持续的去改善 这件事非常重要 关键地方在哪个地方 关键地方在于说 我们用这样一个管道 让这个系统 它可以持续去演化 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议题的重要 其实在这里 就是说我们让它是一个什么 让它是一个正向循环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 我们今天发展这样的一个 我们发展这样的一个编辑 其实它不是说 证明说我们有什么多厉害 完全不是 而是说我们就想要 让大家体验一下 一个最小的 Cell Compiler 它可以多大去开大 然后引起什么呢 引起说这过程中 我们需要注意到哪些事情 那RCC呢 因为站在很多成功的基础上 RCC是一个独立的程式 它其实它不太需要别的什么工具 但是它有很多概念 是向很多前辈去致敬的学习的 像这个CCC也好 LLVN也好 然后更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更重要的地方就是说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可用的 可用的一个编辑器 然后它善用的这个引体的那个 就是整个平台的一个行为 好 那我们现在锁定的是RCC的处理器 那RCC的处理器呢 它有一些好处 就是简单说RCC的处理器呢 就是第一个 资源还算丰富 然后再是RCC的指定编码是 大部分是固定的长度的 有些是变动长度 但是大部分是固定长度的 那这件事在开发上可以简单很多 那我们再来举例来看 这个东西叫Sell Hosting Sell Host 那所以就说像我刚刚提到 RCC产生出来的指定档叫RCC 那可以拿来编译RCC.c 也可以产生指定档 那指定档又可以来编译RCC.c 然后那你想如果没有Bub做到Sell Host 会发生什么事 像我来试图介绍 如果呢你今天有个程式员叫X 它的Compiler不能编演X员 那你要怎么验证它 那这很麻烦 你需要做什么事呢 你要做一个东西要公司出品 就是说 假设呢你今天要发展别的语言叫西员 可是呢这个西员的编译也做出来了 所以你可能需要别的程式员 Java,Fortechin,Copro 我做谁的程式员 帮你做出一个什么 帮你做出一个Interpreter 样 帮你做出一个Translator 帮你做出一个Translator compiler 样 那管家 你不是要这样的东西 所以事实上呢你需要怎么样 你需要外部的工具 其他语言 帮你开发出这个编译器 验证这个编译器 那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有一个这个Sell Host 那你知道一次用别的人 就是Mostrape要做一次 之后你会这样 就自己的 所以就要极其进行 它一开始 一定要用到限运的那种商业的 或是 自由软理经济委认定 不是自由的 的编译器 但是之后 产生出来编译器的指引打 就是这样 完完全全能 是可以自己处理 编译自己的 那这件事非常关键 在说我们自己去验证自己的时候 注意到 验证自己的重点再来 你可以去了解 这个语言的限制 你可以去了解 因为从语言的设计到编译器的行为 比如说从原始程式码到极限码 都是你完全控制的 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面 你有机会让整体变得更方便 就像Java Java最早的编译器 Java最早是用西加亚撰写的 但是后来 JavaC也改用Java去撰写 最早是用西加亚去撰写 Java Compact 但是后来Java Compact 也是用Java去开办 那这件事就很有意思 那你想 JavaC带有什么东西来 还有JavaC带有建议 去让JavaC可以运作 那一开始用Java 西加开发 那后来如果用JavaC 如果用西元 在Java去开发之后 这很大函处 就是每个环节 从程式员的规格 JavaC的规格 还有说私心私协的行为 甚至像BiCode 还有JavaC Compact 我们都会了解它每个细点 注意到这件事 那我们RavaC 要做什么 其实就是这件事 让大家体验这件事 那我们今天 不会去选一些很奇怪的程度员 不会选一个什么 Brand F之类的 就是选一个这样 你一看就看得懂的程式 我说测试程式 一看就看得懂 然后关键是你知道 你知道这些测试程度在做什么 那你会专业在什么 编译器的本身 本体的一位 然后这个Cell4Post 其实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像这个Clan Clan Clan是LVN的语言权段 就是提供的语言权段 它可以编译C C++ 还有Objective C 那这个Clan 它其实它在什么时候就发展了 它其实在这则新闻 之前的三年多就在发展 但是你看看到一个编译器 花了三年才能够编译自己 为什么 因为Clan很复杂 你看在2010年的时候 它的程式码函数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55万 就是Clan再加LVN 高达15万 那能够编译自己 它其实这样 就要 公文要够完整 所以你看 在这一则讯息发布的时候 LVN官方说什么 说Clan Fully Function 对不对 它是这样 它是一个完整功能 编译器 所以你看 我们今天去说明 自己的功能是完整的 其实有一个很明确的方法 去看这个编译器什么时候 可以做Sale Post 那当然 你用55万行赚钱 编译器 以及它的相关架构 是可以的 那我们阿曼西西有1500 当然跟我们差太多了 这个直接对比是公平 那顺便也附带数一下 就是说 我最近在开发另外一个框架 就是跟LVN无关 但是跟LVN学习 那整个程式码对我想到的小很多 阿曼西西是1500行 然后我讲的这个类似LVN的东西 我是把它控制在 目前是5000行 但我希望还可以 程式码可以再小一点 也许可以控制在4000行 那这个4000行意义在哪 就是说我们有自己的语言前端 然后我们有自己的什么 编译架构 那你还可以做什么 还可以做最佳化 那你有可能有听过的东西叫SSA 我们之前有一个讲座 在讲这个编译器最佳化 那等一下会快速看一下 那个SSA 那它也是可以制约这个SSA 以及它相关的这些编译器的策略 但是所以这样的一个基础 做出来之后呢 它其实不是只有玩具 它可以协助很多程式员 像前面讲的Ruby Python 只要你有办法把这种动态的 相对过去你觉得 人们印象中它不快的这个什么 这个程式人员的这个执行环境 你只要把它转积 或者转成我们 能够接受的一个 编辑 编辑 开发框架 所支援的IoP 中间表示是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这样 沿用这个 已经开发出来的这种物件生态 沿用已经做好的这个 你可以让整个指引环境变得可以加速很多的 那这样的应用呢 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有属于一些场景 包括说所谓的AI 这个 其实我自己是AI的白痴 一直到今天为止 我都觉得我对AI这个什么 没有什么概念 我学了 我20几年前就开始学了 那时候总觉得总就学不会 只是我觉得很奇怪 我就说 这个 我又省了AI的计划 又省了AI的论文 甚至有人找我去写AI的相关的理由 他没做出来 不能跟你讲 但是说这个 其实我也搞不太懂在干嘛 我做得很不踏实 甚至因为这件事还拿到钱 所以我都搞得很不踏实 所以搞到我呢 也开始来觉得说好 我也来学AI 那时候我学AI的 应该从哪里开始学的 大概有什么数学该去学的 大概有点概念语 所以我现在看东西就是像刚提到的 DLA Deep learning 那我发现了 这过程中有很多编译器是可以准备的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除了探讨阿玛西西 未来也会来探讨我们的编译器架构 那这个东西再强调一下 它不是玩具 它是可以来解决问题的 我们今天学习工程 就是来解决实际问题 那一开始还有一个 从很小的东西 具体的东西开始学 麻雀也学小 不障俱全 最重要是麻雀会飞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学习的东西是这样 规模好像看起来很大 但是完全不能飞 好 好 那这个阿玛西西呢 它可以 它主要支援的应急加工是32元的ARM 这个ARM架构 然后 阿玛西西呢 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思维 是这个JUST IN TIME 的Compilation 这个就是跟L1学习的 好 然后 你可以用DASH ON 这个选项 那这个选项呢 就可以输出 指定输出 指定输出 执行党名称 好 那你可以用那个 德勿托券上面的一个工具 叫 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呢 可以去查询 查询那个 一个指定党的一个资讯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用阿玛西西编译出来的 的 执行党 它也叫阿玛西西 你看 这是 这是一开始产生出来的阿玛西西 它可能是从GCC编译出来的人 但是在这一步 注意到 这一步呢 产生出来的东西就是 就是 由阿玛西西所产生出来的 指定党 它一样还是阿玛西西 但是 你可以跟他说 我去看他这个东西 用这个Reader EO 所以你发现 其实呢 它真的是指定党 那它是EO的格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有什么 它有进入点 你可以想象说 就像那个西元 那个Main 那个韩式 那个进入点 它有什么 它有一个 然后呢 里面还有一些细的项目 像这个Tax Data Interpret Dynamic 这 专用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觉得 这个Dynamic是什么 就是 跟动态的那个指望 动态连接有关 那接着呢 我来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 这个指寄党 所以很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 它就是 真的可以拿来指寄的 我们等下做一个展示 展示说 阿玛西西的那个 原型指引起来是什么样 那这边 快速帮大家 重点提示一下 这边 旁边看到这个Tax 对 这个Tax 不是文字 这个Tax 是什么 是Machine Code 就是真正可以自行Machine Code 然后Data 才是Data 就是真正解读 可以读 可以写的资料 叫做Data 然后注意到之前都有个Data Data 点开头的东西 Data 标注的是什么 标注的是它是那种 所谓的Sactual name 然后 后面还 后面几个 VYN开头的 像 Dame Symbol 这些东西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跟动态连接有关的 那最后的东西 GOT 稍微记下 这等一下我会快速复习一下 这个动态连接 这也是跟东态连接有关的部分 所以你看 它完全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可以产生完完全合法 意有执行单 好 那R1CCM做的 它的优势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从原始程式码到搬远 到经历出世 第一个 它会去解读这个原始程式码 那如果说你有修过相关的课程 的话你就知道一个东西 叫Nex 跟YAC 但是我们不用Nex 那我们用什么 用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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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解析这个程式码 然后我们先产生的东西 IR IR是所谓的中间表示师 它有一个中间过程的东西 所以我一开始 虽然我这个编译器 号称是支援暗的架构 但是我一开始 不产生暗的 不寻口 我先产生一个中间形式 那我一边解析 一边产生中间形式 好 那之后呢 这个中间形式的这个程式 到一段落之后 我们有个东西叫co-gen co-gen co-gen的权力叫什么 叫做co-generator 故意是什么 程式码产生器 那程式码产生器 它主要的意义就是 又把它转换成Mushin code 当然就是你能知道的东西 你能跟你懂Mushin code 我 请你解释Mushin code 不要说 什么叫Mushin code 就跟你组成的东西 好 那你刚才说 请问那个 南华大学 跟台大一课差别在哪里 不就是ABCD顺序不一样 对 E E是这样 没错 那就是说外两个东西可能不是这样 对 这也不是说哪个学校就比较好 跟就比较差 不是 就是说他也是ABCD的顺序 做达ABCD 那为什么 有这个ABCD的顺序 可以到台大一课 那一个用到南华大学 比较一个 比较适合明想的地方 其实都很好 那就是这两个差距难 他不就是ABCD的顺序问题 但是意义不同 对 所以我们今天解释这个MachineCall的时候 其实不应该用什么0跟1 而是要去看什么 这种MachineCall 是不是 能够达成我们人类期望的功能 要说呢 我这个程式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Hello的程式 那顾名是应该应处Hello 那我要想我要怎么应处Hello 我可能需要一个系统呼叫 所以你要知道 作为系统 是Linux11号 Linux11号 MakerO8号 我要怎么去使用系统呼叫 那我要使用哪一个相关系统呼叫 比方说像Linux的话 有个系统呼叫叫Lite 对 那Lite系统呼叫 我们就要透过系统呼叫Lite 去印出Hello 这个支串 然后印出Hello 支串的时候还要考虑到什么 还有什么结尾 要不要换他 出谁这种事 有什么事要做 然后呢 不要忘记了 有一件事叫Lilocation 可能方便都看到这个Lilocation 先有点印象 我们等一下再细讲 然后事实上呢 这过程中呢 我们要管好多事情 就是有好多议题 我们要去 要去关注 好 然后 我们再继续 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 阿玛西线在过程中是把 是去解析 那解析完再产生一个Machine Core 然后 我们在探讨这个细节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IR 这个IR就是中文翻译很简单 中间表示是 然后整件事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 其实我们要去讲 整件事意义在说 也变一些设计 假设呢 今天有 有 不同的程式语言 像你刚刚 后面都可以看到说 有今天什么 A跟B 可能是两种不同的程式语言 X跟Y是不同的硬体架构 有想到说 硬体架构像什么 Aunt架构 Intel架构 那程式语言像什么 Ruby C C++ Python 那你看到 如果以前的开发程式的时候 是先从C元转成Aunt结构 然后Ruby转成Aunt结构 这没有问题 没有 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机制 就是说 假设硬体有些最佳化的策略 或者一些最佳化的方法 然后我今天在A到X的根部去做一次 接着我在B到X的时候又做一次 那有没有可能 你让这些东西可以重用 所以这个 你用的中间层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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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中间层的时候 就会有到问题 那电脑科学呢 有一句很经典的话 叫什么呢 电脑科学所有的问题 都可以透过引入中间层去解决 所以你看 这个问题在什么 这问题说明了 这个 使用上的 不是那么有效率 既然使用上不是那么有效率 那我们怎么 要怎么让整件事变得很有效率 很简单 去弄个什么 一个中间层 好像这个 方向可以看到这样 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是用个什么 像你看到方向这样 我有个中间层在这里 那所以我可以很清楚去区别预言的前段 特别注意啊 这个 有时候我们在台湾的职场 尤其在台湾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职场很讨厌的 对不对 就讲到这个front end 那是front end工程师 在这时候也是很神奇 也是就是 就是一种应证工作 我真的去应证front end engineer 那当然 人家看我什么 疑问三不知就把他砍走了 对不对 那我都很生气啊 但是名字直去写错了 你说webfront end 为什么可以缩写到 叫front end 我是做compile front end 所以我去应证你工作 你又不是给我写细节吧 这个 很讨厌 那同理后段 很多人就说我是什么 后段课施 什么东西有后段 资料库有后段 编辑有后段 编辑有后段 不然什么 不然opengl 汇图有后段 这个 我们今天IR的重点在哪里 IR的重点在说 我们让整件事 让整件事 它可以聚焦在什么 聚焦在说 我从语言的前段 转成中间表示是 那我可能做一些最佳话 或者做什么策略 那IR再转成后段 所以我今天要支援一个新的程式语言 就很简单 或者支援一个新的后段 一点的架构就很简单 甚至下我们的情景 我们试着可以想 阿玛西西本身 是不是可以当做某种形式的IR 所以想 你可以把今天的想象 阿玛西西可能很白 中间 那左边是什么 Ruby 开的 或者其他的程式语言 然后呢 我只要先干嘛 先把转成新的程式 然后阿玛西西会去编译 也许会做一些最佳话 这就会输出一个 Machine code 好 所以你就瞬间 也不瞬间 就很容易的去开发出一个 运营的兵器 好 然后 这是IR 好 接着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IR 听起来好像很神奇 其实它很单纯 它其实就是 在阿玛西西来讲 它就是 就发现这几个指令 阿玛西西定义了这几个OP code 那 这个OP code 我们先从后面开始看 像这个EXIP 或是NAP 这个东西可以对应到一个合法的 Linux的系统胡椒 我们现在阿玛西西主要是在路纸上 然后 那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是说 这底下几个是系统胡椒 好 然后呢 这上面呢 你大概从这个OR EXPUSED OR END 大概猜出来是什么 这是LU 就是逻辑运算相关的 逻辑运算单元 要不然说大鱼小鱼 位鱼 帮助分支 分支跳跃 这个 这东西都是什么 就是OP code 好 然后 所以你在画面中看到这些 就是走下来的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IR 那你可以看到这边 你大概想得出来 IR其实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想象中的 或是一个 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什么 齐拼 你可以摆想到这个CPU 只是说这个CPU跟我们真正的 真时代用那种 ARM跟Intel的那些处理器的架构比起来 它简单很多 但是它的用途是什么 它的用途是 它的用途是 编辑器在编辑的过程中 因为你要直接从7元成熟 变成ARM的执行档 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我先到什么 先到这个你解析出来的 像是什么Switch case Fore回圈 注入直接东西 我先把它转换成 比较简单的形式 然后呢 过程中也许可以做一些最佳化 然后之后呢 再把这个OP code 把它转换成什么 ON的这个Machine code 这是我们的策略 所以注意到 ARMCC 虽然它只有一个点心 但是它这件事完全不马虎 它有两阶段 两阶段的处理 一个限出什么 语言前端到IR 第二个是什么 从IR到Machine code 那我刚刚提到的是 我们今年的计划就是 再加一个最佳化 最佳化成 这个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推出来 希望是在年底或者明年初 那接着我们来讲Colgen Colgen呢 你看看这个 你可以看到画面中这个程式 不管是Ad Sub 这些东西是什么 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OP code 那接着呢 我们要干嘛呢 来把它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ON的指令 看不懂 那ON的指令呢 是 这句话不太对 就是说 ON的指令也有那个变动的 那就是说 我们用比较不精确的话来讲 就是说 他现在ON的指缘是这种 固定长度的 然后散说 散说为编码的 然后 那你可以看到 最近来讲完了 这边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 对不对 这些全部都是 Machine code 那右边是对应的组合员 那你可以拿Assembler去编译 那你就会看到说 比如说这是ADD SUV NUL 就可以把它做个对应 这是我们这个 实作上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完全是合法系列 但是 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是Machine code 好 所以你先想 我先怎么 我有个OP code 然后之后呢 我有这些Machine code 所以你想 我这有这些Machine code 那我编机来说什么事 如果有这样的对照表 像这边来讲 我是一个switch case 有个对照表 那我就把 对照表里面的这些 这些指令 那这个指令的内容呢 照着模拟顺序 写入到执行党 那不就解决了什么问题 就解决了编辑输入问题 这个概念上是这样 当然 那当然 这东西可多了 这东西有一大堆了 像这个 像这个 邏輯算单元 那这个东西 一样也可以对应到哪里 一样也可以对应到这些 ARM的这个指令 所以像这个 OR EOR 出这些东西 左右影 然后 然后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OP code 我们的OP code 是自己定义的 那对应到真正的这个 这个音笔架构 像UNDER这种架构 其实这种模式要做 像这个 分支跳跃 所谓这个 J-type instruction J-type 的话 你可以看到说 JSR JMP BZ BNZ 那这个东西 都是所谓的 J-type instruction 然后就是 可以做这种跳跃 然后 有的是 五条件 五条件跳跃 那也有 条件的 像BZ 跟BNZ 就是 等于0的时候跳跃 不等于0的时候跳跃 就像这样 然后 再来是什么呢 跳跃还要回到范围 跳跃的范围 所以这个过程中 其实还蛮多事要做的 那 那接着我们来 我们晚点回来看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 它跳跃的例子 就是说 我们中间的表示是 它是一个什么 你想像它是一个虚拟的CPU 那它会有个指令 这指令叫高J 像大家会看到 JSR JMP BZ BNZ 但是最终呢 我们的硬价是R 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什么 要有一个 转换 所以我们来探讨这个转换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其实 没那么单纯 绝对不是 输出一个什么指令 就结束了 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要出一个什么事呢 因为最终呢 我们还是需要一些 系统裤教来协助我们 像是这个 Open,Close,Right 然后Putin,Mail,OK 那这样 阿玛西西呢 它要能够自己编译自己 而且还要输入自己党 所以它最起码要开党 读党 写党 关党 诸谁这种东西 其实这样 是你要做的人 然后呢 因为我们的磁性党本身 它不会包含Open的动作 Open本身是一个系统教 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我们是 透过载入系统的函式库 像提到的Lib C6 这样的一个西楼碳 我把西楼碳里面的Open Read,Right 把它打开 我们就是打开载入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就用到什么 打开那个Linked 动态连结 所以过程中的我也要知道 它对你的名字 这件事呢 还有后续 就是后续在哪 就是说 我们看到这个东西 POD function 这个稍微 名字稍微记下 得再解释 好 所以快速复习一下 所以事实上呢 从原识程式码到 到解析各式量的token 就是去解析它的 那个关键字啊 编书啊 然后呢 在像大家前面 前面提到的东西 就是什么 coachemba 就是IR 转成信号 然后过程中呢 不是转成信号 就结束了 事实上 我们执行展示有格式的 那大家知道在 葛牧兵的时尚 最常见的格式叫什么 叫ERF 那我们其实 必须要照刚才的格式 所以我刚才在展示的时候 用那个READERF 这个工具的时候 其他展示什么是呢 他展示了这个 呃 执行党 执行党 执行党这个格式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 呃 在阿玛西西的 一个流程 然后 呃 现在我们要 认真看的 更细致的去看 就是说 像是 ERF 就是 执行党 它的这个配置 呃 呃 就像很多的 执行党一样 好像 呃 Windows的话有这个 呃 PE啊 然后 NE啊 还有还有 那种 有很多 执行党的格式 事实上都是有什么 有明确的这个 header 好 那ERF也是一样 而且ERF Header 还蛮复杂的 呃 那复杂与否 都是相对的 其实 呃 如果说 你有 有 开发过这个 C-Sharp C-Sharp 然后是 Microsoft.NET 平台的这个朋友 应该都很清楚啊 嗯 这个 DANET 最终呢 会变异出一个磁性党 叫EXE 这个ESE 里面呢 它其实不是放 纯正的这个 Machine Code 它放的东西也是给机器看的啊 所以这个 也不是纯正 就呃 它很可能就不是那种 Intel架构上的Machine Code 它里面包含什么呢 它包含了 一个BiCode 那这BiCode 是所谓你知道的 叫CLR 然后 所以你会看到说 诶 这个 这个CLR CLR里面的 它的BiCode 竟然是放在 呃 EXE档里面 那你会 因为我说 EXE档里面放的是什么 呃 就一般的指引党 但是里面竟然塞了一个 BiCode 这个是在 呃 打内神的平台 我遇到这种事情 这个就是 就是包含很多不同的指引党 那后来 或者说像包含说 那个Mac OS Mac OS 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叫Fate Fate Fate is Google Fate 就是肥胖的Fate 它包含什么呢 它包含东西呢 科广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嗯 嗯 Apple有两个主要的支援的一体架构 一个叫Intel 一个叫Arm 那Apple自己也是晶片的这个设计商 哦 那 那 资金党呢 可能就 Fate is Google 在做什么事情 它就是让 两种架构 一个Arm架构 跟Arm架构 跟Intel架构 可以放在什么 同一个资金党里面 好 这件事情很酷 就变成说 你会想 同一个资金党 好 假设A.PKG 那A.PKG呢 可以在哪里 可以在你的 MacBook Pro 之行 然后A.PKG 你可以拿到 手机典具之行 对 这个引擎 你会觉得说 好像落差很大 但是因为 现在手机的运算能力 跟 这种 这种 可惜的这种 运动环境 彼此之间的落差 已经越来越小 所以 A.PKG 这个Fate 那个 Excruple 就变成很重要的车 那当然它的Header 就变得复杂 因为你上面是把 两个不同的引力架构 的东西放在什么 放在同一个资金党里面 好 注意到这是一个趋势 变得越来越多元 那E.PKG呢 相对来 它是比较安全的 不完整 还是稍微讲一下 E.PKG呢 全名是什么 它就是 Excruple Linkable 注意到 这个是可执行 可连结 的格式 这个东西出现很久 这个东西出现了 让我复习家 忘记什么时候 它在90代发展 然后到1999年的时候 最早 更早之前就已经发展了 到1999年的时候 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这个Linux 那个系统 就采用这个EF的指定档 更早之前有别的格式 但是在这个1999年之后 所以你现在接触Linux 基本上都是EF 自己打 那在某些情况下 比方说一些迁入式系统的环境下 比如说你可能听过 像游戏Linux 那游戏Linux 它里面有一个不同的格式 格式 它会转换 转换成这个格式 它会转换一个叫FLT的格式 就是它是一个 就会从这个 会从那什么 会从EF转换成这个 转换成所谓的Binary Freight 那这主要主要是降低这个载入的成本 那不过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东西是EF 好 然后这个EF 就里面有一些学问 我们来看一下EF的学问在哪里 有几个关键稍微看一下 一个叫做Poward Header 再来是Session Header Segment 这EF的数里面 有些词汇用的很不精准 也不能怪他们 毕竟这东西发展20几年前 然后这东西其实很成功的 所以后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改 但是在使用的时候 有些认质要去调整 第一个来看Poward Header 就是我们先去描述这个城市本身 一些行为 比如说城市从哪里进入 然后他需要 他的一些什么 他的这个 资讯的资讯 资讯 资讯 方说EF 以后就表述 然后再来是 里面呢 会有不同的Section 你就想象说 今天是一个很大的 什么 很大的车子 那一开始 车筒 有什么 有车牌 去标志 那你可以知道说 这个车牌号码 可以去查到 是谁用的这个财车 那有这个车筒 你可以知道说 这是凯迪拉克某一年的车款 出现这种资讯 那西部的地方呢 比方说你的前座后座 那有些东西是什么 那个家常型的那种 的那种房车 之类的话 那他就会有不同Section 那每个Section里面 可以帮不同东西 然后在这里面的 又一个东西 Segment 跟刚刚Section很像 所以刚刚讲 这个EF里面有些数 其实用的不是很好 然后 你就想说 他就像个东西 然后帮个别的资讯 那我们只要有稍微 认知就行了 因为我们的重点不是 在了解 EF执行党在做什么 而是我们希望 先知道EF执行党 就是 里面包含哪些东西 然后就是说我们要 最低限度 要做填外哪些资料 才会把他怎样 成为 一个合法的资讯党 好 那么现在看一下 同样用绿的EF EF这个工具 那你可以看 才能出来的阿玛西西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 Provocated 帮你这些资讯 来稍微描一下 帮你说有这几个 比方说Interpreter 注意到这个 在EF里面 Provocated Interpreter 意义在哪里呢 它不是你想要做 那个质疑器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 Dynamic Link 对 你没听错 在EF里面 Provocated Interpreter 意义 就是它的Dynamic Link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 你会看到我们是叫LdLinus 好 那LdLinus就是什么 LdLinus 就是那个 呃 就是我们所谓的Dynamic Link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LdLinus LdLinus 那在Linus上呢 你看那个MainPage MainPage呢 那边就有写到这个 就是Ld.so 那你可以看到 一开头就看到它的这个简介 特别有所谓的 叫做 叫做Dynamic Link 和Node 好 然后注意到 在EF里面呢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讲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这玩意儿 好 然后来看一下它的作用 它的名字呢 可以叫Ld.so 也可能叫LdLinus.so 那Ld.linus Dash Linus.so 是什么 是比较常见的名字 好 但是这件事取决于这个 Long Time 像Android的那个 Dynamic Link 就很好玩 Android的Dynamic Link 刚好就叫Link 很酷 好 但Android的系统 因为我们都知道 Android是底下的什么 底下用Linus 上层的东西换掉 把葛木的东西丢掉 也就是说 所以我们刚才讲话的时候 注意到我刚才用一字 是葛木 slash Linus 叫葛木Linus 但是Android呢 把葛木的东西丢掉 他还是用葛木拖劝 但是很多东西丢掉 比方说像他的Dynamic Link 叫什么 叫做 System Stage System Beam Stage Link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好 所以他的资金党 显然各式也都不一样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系统本身呢 会有版本问题 好 所以像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这个 嗯 熟知的这个Dynamic 呢 事实上呢 在Intel加工下 他是这个名字 好 就是LD-Linus.so.2 就是GDP-2 那如果是Arm呢 那我们看一下刚刚那个Arm 他已经前进到DOT-3 DOT-3 就表示ABI Passion-Binded Interface的版本 好 那当然呢 版主不对呢 就不能好 那当然这个 以框中看到这东西 你听很久了 如果你有机会看到 这东西的话 好 这个往往都是在 差不多是在2004年吧 2004年以前 所以你要看到很难的啦 如果说你是最近安装丁的时候 会出现这种东西 通常是因为那个商业团体 跑了很久的商业团体 那如果说你在刚好你的工作的场合 是在某一些半导体制造商 IC设计公司 也许你有机会看到这东西 有些公司比较怀旧 还在用将近20年前的东西 有可能 等等 我们现在要看的东西 主要是后面 好 那有些事情要请你查一下 其实这份说明写得非常好 就是在Linus Linus Programming menu 其实写得非常好 他唯一的确认是没有图片 是你只能看一堆字 但他的用字前词 他的翻例 最重要是系统改版的过程 他会很细心的告诉你说 Linus客户哪一版是这样 后面版本做什么事 然后新版的东西搭配什么 某某还是做什么事 在某个版本才增加了 那增加他又说 这东西的动机在哪里 他要解决问题在哪 然后不然说 你看后面讲 艺术特性 那不止是艺术架构 还有相关的说明 这都写得非常好 然后更重要的用 是什么 还一直出去改版 像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是什么 他是去年9月 所以你看将近一年前 很更新的东西 所以在我们学习的时候 其实这样的一个面对我们帮助很大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边都讲东西什么 这个就是刚才讲 包括配的 这些资讯 好 再来是刚才提到什么 Segment 所以刚才讲这个程式 叫做Dart text 资料 可读科系的东西叫资料 这个叫什么 Dart data 好 这后面的东西我们稍微要一下就好了 这个很琐碎 不是不重要 只是很琐碎 我们等一下还有 就是希望有更深入的东西去看 我其实知道一件事就是说 这里面还蛮多的东西要注意的 只是依据我们探场的节奏 好 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如果你要充分了解像阿玛西这样的一个编辑器怎么运作 其实你需要了解一些背影的知识 在我们之前有个讲座 也是我们的信号讲座 叫做编辑器跟最佳化原理 那这个东西有录影 而且是六个小时录影 你可以慢慢看 它在谈述一个编辑器怎么运作 以及它的最佳化 那这个编辑器的事实上呢 就是无所不在 像你已经用了这个entro手机 它们发展有动态编辑器 虚拟机器 而且现在已经不止一直八个 现在更多了 发展说很多AI的晶片 在使用的时候都会有些特质的一些编辑器 这我们一定要特别介绍一个台湾之光 你们想过一件事呢 台湾的设计软体可以主导这个世界发展 你们觉得很感恩 听起来这样子高大上的 好像是科技不能转 这群人呢 这群年轻人就是这样 用自己的实力去做的 好 那SkyMider是我们台湾的公司 然后它的中国名字非常厉害 一定要介绍一下 叫做台湾发展软体公司 对不要怀疑 它名字叫台湾发展软体 不费有些公司 好 那这家公司呢 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们着眼 一件事就是他们发现 有很多DLA Deep Learning Oscillator 它是个晶片 可是呢 这个晶片呢 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要发挥效能的特性 就是发挥硬体的特性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呢 我们都知道那种 这种Deep Learning 它地方是内存性网路 那它有很多不同的层级 很多不同的模型 但是 但是 但是就是 呃 这些 这些模型呢 跟那些 你看到 一体工艺上很多 你就想一体工艺上一大堆 连比特大陆都来做这个 来做这个做做那种 人工智慧晶片很多 你看 Google也有晶片 好 Facebook 也有 然后Intel也有 然后 比特大陆也有 反正有一大堆晶片 然后呢 可是你的模型呢 AI模型 类似这种模型 它可能有多元 有各式各样的框架 可以把框架什么 卡贝啦 卡贝兔啊 PyTorch 但是你有大堆框架 这些框架呢 搭配有什么硬体 你看 有框架 有硬体 中间是什么 编音器 所以有一个联盟呢 叫O1X O1X 是由这个Google Facebook Facebook 这些公司 主要是Facebook Facebook Microsoft 这些公司 主导了这个什么 主导了一些发展 就是把这些 Dip Learning 的Layer Model 把它都放起来 然后呢 SkyMine 主导开发 主导开发的这个 O1C 那在今年的这个月 8月份的时候呢 正式的把O1NC开源 那这件事非常的 关键 就是开源之后呢 就是 呃 发展也非常快 然后这个 你在DHub上可以看到 相关的这个资讯 O1NC 好 那你就可以在 为什么一直找错 哎呦 表示吗 表示这个 SEO还没有做很好 然后这个 这个 刚刚提到这个O1NC 这个就是由SkyMine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个 几个 贡献者 这个是SkyMine CEO CEO自己带头写的 写成词 能不觉得很感人 对不对 所以看到这个发展 主要的 贡献者是SkyMine 那扩掉SkyMine 其他贡献者 有 包括说 比特大陆 比特大陆的这个 员工 也有做 做贡献 然后这个 我们提到这件事呢 就是说明程式 再次说明 编辑非常重要 你先学习编辑呢 不是作为善用意思 不是只是说 什么 最强化的 你要知道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现在问题非常多元 各式各样的这个议题 都是混合在这个其中 所以你我都要有新准备 这是你准备什么 就是 既然这东西那么多元 那我就不可能用那种 图法令工的方式 或者说穷学的方法去学习 我们要一个有效的方法去探讨 你要知道你现在 你现在的什么 面临的这个挑战在哪里 好 然后呢 呃 在这个讲座里面呢 我们就有谈到说 从原子层次码到二经位 这就是一回事 所以事实上呢 有很多议题要 要去注意 然后不然说 也有提到刚才讲的 self hosting 这个意义在哪里 然后像 最佳化呢 还有很多东西是很麻烦的 比较说像资论层次码 你发现说 这个这个程式码 因为发现一件事 他每次都要做这个加法 对不对 这个每次要加法 那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Derivis I1 跟Derivis I2 对不对 你把这个这两个指标的东西 都Derivis出来 然后把相加 那里面做了 就势必就要加了十次 那有没有可能我先把它加起来 看起来很合理 对不对 很不起的地方是 这个最佳化是错的 好注意到 你看我把加法提出来 听起来好像有点聪明 对不对 这个错在哪里呢 因为你不知道I1 跟I2 会不会指向同一个 同一个地址 所以你如果很悲剧这样写 I1 I2 跟最终的结果 放在同一个 例子带进去 你说 怎么会有白痴 注意到 我们开发资讯系统 就是考虑到白痴属灾 而且很多白痴会很自豪他是个白痴 对不对 你觉得奇怪 这句话很奇怪的 但是你看 你想想看你生命路痴 对 你想想你生命路痴 不管男人和女人都一样 他说哎呦 那就是路痴 那就是女生 不能讲话 这是欺别奇事 人家是路痴 很多人会觉得说我电脑没学好 不说我想要学程式 对 可是还不想像说 我就是不懂 我就是小白 你们这写程式 为什么不把我去就搞了 所以我们就要开发生成这样 那你想 这东西的设计呢 不只是在反白痴 反攻体 还反叫什么 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程式被包装多少次 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程式被多少人重新使用 你的程式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什么 一个什么 一个韩式库 那这韩式等于解决网路问题 后来人家发现 在哪里用得到 然后比方说加密或比特币 用得到 像比特币里面有很多跟网路有关的程式 那这样的东西突然一期间红了 红了之后很多人用 那相关的那些参数带入我就不晓得了 你甚至无从过问 尤其在OpenSource的世界里无从过问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做这个追求它是两个策略 那我们刚才提 更早时候有提到的东西叫SS8 叫做Static Single Assignment 那它就是一系列的数学模型 它把什么 把很复杂的条件跟逻辑处理 找它的图 那如果你在大学里 有学过一个东西叫图论的话 我们知道一个是 图论 图论做了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 如果你在把总论图论的话 它可以有一个等价的东西 也就是说 原本词词国际很复杂 但是总论图论就发现 哦 你走了一大一大的路 又往前走 往后走 往后 往前往后 往左往右 搞坏了 但是你不用真的走一大圈才发生它 也不用 图论厉害一样的时候 它就是有一个数学模型 但是数学模型很明确 可以跟你讲说 哪个东西等价 哪地方是到的点 哪个东西都到不了 像所谓的一笔画问题 一笔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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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经过图论分析完之后 它会说 这东西是可走 可不走 就是走得了 一笔画问题 还是一笔画问题 所以你连画都不能画 你看光是看 有几个顶点 起点在哪 中点在哪 中间有几个站 这样大家知道 它是可不可行 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 资讯工程系的学生 我想 很多人读的资讯工程都会很失落 读电机还好 电机 电机比较多元 所以 你不太可能每个项目都会有情趣 但是读资讯工程很有 尤其大学生 刚进去的大学生 都可能会有 我有些失落感 奇怪 怎么有四分之一的课都在教数学 实际上不只四分之一 大概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的课都在教数学 那有些课呢 乍看跟数学无关 但背后都是数学 比方说冰一气 冰一气 如果说我们要细究 最佳话 既然在这一页看到的东西 都是数学 好 但是你不要觉得太错了 那数学总是有人去退导 大家知道一些结论 在这边来讲话 来看到一些编译技追加化的一些策略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说什么呢 我来想就是说 你以前呢 在编译程式码的时候呢 你可能知道 有什么 有Compiler 有Assembler 有Linker 那以前呢 做这个分工的意义在哪里 分成这么多元件 它的这个分工的意义在哪里 去理性责任 比方说呢 Compiler 如果一开始 它不直接产生执行档 你看到 从最左边的C Source 到右边的EF格式的这个执行档 如果你一开始不是直接产生这个执行档 而是怎样 先把它输出成这个组合员 所以你看 它还是文字 点C是文字 点S还是文字 只是说点C呢 是人类一下看得懂的 点S就是Assembler 所以 还是能看得懂 但是可能需要比较专业的人 到中间的时候就比较有趣了 它是什么 它就是那种 包含那些Machine Call 所以它就是非常贴近硬体的 但是还欠缺母系东西 然后到最后边的时候呢 它就是一个什么 有格式的 所以包含那些前面讲的这些 Torrent Hader Session的这个 跟Statting的描述 基本上都已经包含进去了 那 分成这样的话呢 好处在哪里 就是分工 所以包含那说GCC呢 就专心的嘛 文字对文字的转换 它把人类看得懂的东西 转换成另外一小群人看得懂的组合员 然后呢 Assembler做的是 这个包含那是As Assembler Assembler很意思呢 它就把这个什么 组合员的这个程式 组合员的这个列表 把它转换成什么 Machine Core 就比方说Intel的这个Machine Core Awn的Machine Core 已经很接近了 但是右边的时候呢 是把格式把它放对 就是UpJ5 它基本上它已经有些格式 但是它有些细节还能处理 什么细节不处理 像是Redone Cache Redone Cache 这样的东西还能做 好 那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呃 之所以我们会有 Compiler Assembler Linker 最主要的意义在分工 最主要是什么 降低 降低 温度的成本 每一个环节可以 专心的把某个东西做到极致 做得更好 但是呢 不代表说 就一定要这么多层次才能够编异 像阿玛西西做什么 阿玛西西就直接从最左边到最右边 从原始层次法到Assembler 一个层次搞定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开发阿玛西西的很重要的 因为总是有很多人就看到这张图 觉得说这是一个东西是必打脸 你会去质疑 为什么不是这样 为什么是这样 所以阿玛西西的出来就是来 也不是打脸 就是给大家一个思考 可以这样做 然后而且他才1500 你知道1500有什么概念 这个 这不知之为主要讲个小故事 其实我对到成达教授之前 我有到那个修平技术学院 现在叫修平科大 先用监课 为什么先用监课 这个理由太复杂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好总之就是2009年的时候 那时候答应那边的系统人说要去监课 那说真的我那时候也没有准备好怎么教书 我教书教了六年 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教书 我还在学习 然后那时候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说 全班只有一个人想上课 不是其他人不想上课 只是跟我的吃产不太一样 所以全班只有一个人真正跟我的吃产比较match 那个人叫什么 那个人叫系统恩 所以这导致我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说我好像每次上课都是讲给系统恩听的 可是班上还有30多个学生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发现糟糕 班上只有一个系统恩 他很认真的听 还发问 还讨论 那其他同学没事做怎么办 好 那我就这样 那这样 我就叫这些学生上课给我超程式 对你听错吗 我就叫他们超程式 就是我写程式 学生奶超 然后呢 所以那时候我就 所以 还记得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什么 七百行系列 还记得吗 七百行系列 七百行是一个奇妙数字 七百行就是刚好课堂上可以超完 对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这个七百行的意义真的很大 因为我真的教一堆学生 在上课时间超了成式码 就这样超完 但是说这样有没有学到东西呢 其实我不晓得 但是我觉得超程式码的意义 还是比那个电影好玩多了嘛 就是超程式码 对 虽然不知道在超什么鬼 但是至少 你用拿出作品的时候 还可以交差 对 好 那当然这个很重要 今天说明什么是 七百行 在三个小时内 绝大多数人都可以超完 好 那我们阿玛西西一千百 有什么概念 就是 上午三个小时 下午三个小时 上班族一天的工作量 就可以超完 好 这个意义就在说呢 它是一个很简短的东西 但是关键上是这么简短的东西 我们怎么去做这些事 好 那当然更多的是 我觉得才是 啊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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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甚至还帮助一些ABI 像ARM 有个ABI 叫做AAPCS ARM Procedure Cool Standard 好 然后呢 这个就会分成什么 Colisec 跟Colisec 就是说哪些战队器呢 是 呼叫单要怎么去承送 来注射 这种模型 就是在我们的讲座 其实有提到 然后 这一外的话 还有这个 这个编音器 然后它的一些应用 为什么要了解这个的运作 然后 然后 我们这边还有提到说 这个 一个Justin Time Compiler的运作 那 那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呢 就是把这个东西延伸 好 然后 接着我们还要提另外一件事 所以 在我们今天这个讲座之前 其实还蛮多辈子 只是要知道的 另外一个东西叫动态链链器 好 那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是说 嗯 我们现在很多城市 它不会是经常联结过这个单的执行党 它很容易依赖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韩式库 然后动态链接要顺着不同服务 然后 这边讲的动态链接呢 就非常关键 关键对话在哪里呢 比方说 你也去实作 跨越城市语言的交流 这句话 提起来很深 但其实它一点都不深 怎么说呢 比方说呢 Java的虚拟机器 它是什么语言开发 很细语言 其家开发的 那Java的虚拟机器 可不可以去使用到 细语言开发的这个模组 可不可以 可以 可不去存取到其他的 比方说 用这个Danex使用的模组 其实也是可以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 这两个 一个是Danex 一个是Java 看起来这两个完全接触不同东西 但是只要有一个虚拟的界面 两者可以互通 然后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什么 就是动态链接 然后 所以我们在这过程中 就是去这个讲座 对 这个讲座也是用Win 然后这个就跟大家介绍 介绍这个动态连结 那这边帮大家画几个重点 第一个呢 我们要介绍一个东西叫 LD Preload LD Preload 这个参数呢 主要是给这个GWC 可以看到那个Dame Link GWC里面提供的LD LD 那个Dash Linux.so 那我在载入到西人韩式库之前 会去载入到我们想要的韩式库 所以可以替换掉 去燃截掉那个一个 一个韩式库的行为 所以比方说你可以去实作一个Mail 盖掉原本Mail 和再做事情 好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所以我刚才提到那个编辑器的最佳 其实很多东西是 是会有些衍生的 好 然后 有一个东西呢 叫做Compilation Unit 也就是说 你会看到很多砖 然后 我现在来个砖 比如说 比方说这个是RVC RVC是 你可知道它是那个Mail RVC是 是 改变套 看的比较正常 叫做 转转断断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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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不库音是那个 是 我们几个 台湾人做的一个专案 是 来自于这个库音输入法 那你可以看到说 它是一个 习入法系统 那个输入法系统的用途 最主要就是来 呃 资源 尤其是台湾的使用者 台湾使用者 有很多人的习惯是用那个 呃 呃 注音 那要选字很麻烦 然后 所以实际上 呃 我有个机制是 可以减少了选字 好 那你可以增加一些 呃 专属一些 就是专属一些 这个 呃 用词 好 然后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重点不在讲输入法 我们可以讲这个 程式法的架构 好 那你看到这个东西 你看 一个输入法听起来这样 不是很复杂的东西吧 输入法就是打打字 然后出现不同的 不同的那个 候选词 好 但你可以看到 很多程式 像酷印这样的一个系统 对不对 你在画面中看到的东西是 它就好几个点吸打 比方说这里面有拼 呃 这个新酷印有支援汉拼 然后它里面有不同的 它自己有一个tree 啊 然后甚至还有不同 资源不同的印架构 比方说有windows架构 或者parsis架构 啊 发展架构 包括说Linus Linus Makeaway是这样 然后 发展出还有一些工具程式 你发现什么事呢 这每一个点吸档呢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 它就是一个compilation unit 啊 然后呢 在这个 你也许会听到有人讲啊 这个什么都会不会有 Local function Local function 会尽可能宣告成Statium 就是说 避免这个什么 避免这个命名上的一个冲突 啊 就是说如果呢 在你的城市呢 没有特别宣告的话 它在葛多圈预设什么 预设是 Global variable就是 就是你的function 就会变成Global 那 这个方式叫A 是Global 另外一个compilation unit 叫B 那边有一个方式叫A 那它也是Global 那就会冲突 好 那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呢 你看到什么 看到说 早期的西元呢 它实际上也没有那个preposition 实际上要到1973年 你看到 UNIS在1969年就发展了 就跟那个 阿姆斯中的登陆月球那同一年 1969年就开发UNIS 但是一直到1973年 才有preposition 好 看这个东西实际上很有趣 这早期西的编续是怎么做的 就是把好几个点细档 汇整变成一个同一个点细档 然后再编一看 以前没有这东西 那后来呢 就不一样了 后来这个东西出现 你看 所以preposition大概也懂 这也是为什么 除了写实是更编例外 还是为了分工 你可以专注在什么 每个别的坎白的行动 在做事情 好 那除了在这里外呢 这边还有一个超级好的教材 叫做Modern C 这一定要读 你读完之后 你就会大受启发 好 欢迎来到21世纪 好 反正你看到就是感触很深 这个部分的讲座 我之后可能会再重讲 用更详细的方法去探讨 好 然后过程中呢 就是这个Modern C Modern C 它其实非常好 它提的非常异体 所以这个也有摘入到 然后 接下来我们要讲动态连结怎么做 动态连结怎么做 动态连结要怎么做呢 事实上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用刚刚提到那个READ EF 那这个工具非常强大 你可以去看 看一个看一个这个 一个动态还吃库里面的那个SIMBO 像这个 点错 好 表中我们想要列出那个C语言的韩式库 动态连结韩式库 Libc.so 那这个里面我们想要看到什么 跟Modern有关的地方在哪 然后所以你会看到说 哎 这边包含好几个人 好 然后这边好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说你看 其实有好多个好多的名字 最重要是这边有不同的地址 这个地址呢 它就需要很大 然后接着我们再介绍两个东西 一个叫POT 一个叫GOT 这两个东西都是为了动态连结 在这个我们现在只是做重点提示了 那请详细来去看这个这部分的这个录 那这两个东西呢 分别的意义是什么 一个叫Postedial Linkage Table 一个东西叫GOT 光解释名词你还不知道他在干嘛 但是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要做的东西 你看到就是原本呢 原本这个什么 原本这个Function 它会有什么Function 然后呢 这个Function呢 实际上它会放在某个地方 不要放在这个韩式库里面 那我们呢 会去呼叫Fu 对不对 呼叫Fu的时候呢 你怎么知道这个Fu的实作在哪里 好你想一下 我们产生出来的指引档 就讲到Halo好了 那Halo里面呢 呼叫一个韩式叫做Fu 这个Fu呢 它其实真正实作的地方 是动态连结的韩式库 可是好问题 我怎么知道要怎么去载入 还不然说刚才提到那个LD Pre-Long 它可以去替换掉 动态实际去替换掉特定的韩式 好 那这个其实到底做的 如果你单纯只是用跳跃 就是那个组合员的跳跃 对不对 这个Branch也好 或者这个Job也好 跳跃 那不可能抓到这种 离毛换害子的那种情绪 也不可能 所以实际上呢 我们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 你就有点像 你需要一个跳板 需要一个垫脚石 需要一个垫脚石 这种跳跃 那么看一下 实际上在呼叫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呼叫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查表的动作 注意到这边有个查表 所以这个GOT 再看一下 GOT 它的基石 是Global 它是一个全域的表 那你看到这个表 就对应叫什么 韩式库 然后呢 再一个东西叫POT 那POT 所以实际上它在做什么 就是Function Code 真正的位置 是从这个表面去查的 然后这个表面如果查不到 再去查GOT 所以你想 我今天 LINK 一大堆韩式库 可能是OpenGL 可能是Database 不管是哪 然后里面就有一大堆Function 不管它叫什么名字 反正 我需要的时候呢 我在GOT 去建立一个 去把它查出来 它对应的地址 然后在实际上Function Code 的时候呢 我会每次都到那边去查 好 你就想说这个东西像什么 像那个 你可以用不精确的方式去内容 它就像 快取机体一样 就先这边去查 然后查不到再去GOT 去查 然后 对我们来说呢 你看 如果回来看我们的AmC 对啊 好 那我们事实上呢 就会有东西是什么 就会有这个POT POT 这个Function 那你可以看POT Function在哪 这个意思在哪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最后呢 会有哪些东西是 我们要动态连结的呢 比如说 比如说open 程式版稍微改了一下 好 然后我们这边有提到我们的OP Code 好 比方说呢 我就会有包含出这些方式 open 绿的 white cross printed mail free 这东西都包含在哪里呢 都包含在立的新一边 那所以呢 所以我们实际上呢 在阿玛西西里面呢 会有什么POT 去记载的嘛 记载说 因为我们方式扣的时候 我呼叫full的时候呢 我是知道它的名字 好 所以我呼叫的时候呢 别忘了呼叫 open 呼叫white 绿的 是用名字去找的 好 那找的时候怎么找呢 透过这个POT 好 所以你就想说 我实际上呢 我有这个东西干嘛 去查表 好 那查表的时候呢 会分两个 一个是表格里面有 好 另外就是 就是如果表格里面有 就是用POT的表格 如果没有的话呢 用什么 用GOT 好 然后但是注意到 阿玛西西呢 它只有两种模式 前面讲过 一个是just in time compilation and s-built 就是 就是说我 动态的嘛 动态的去编译 以及执行 这是一个模式 另外一个模式 是什么呢 是产生eof 执行党 所以你要看两个类型 如果是产生执行党的时候 你就要去把POT 就是像是什么 你就要在你的执行党里面 把这个表格 要怎么查到这个 这个open read close这些 你要把这个表格 把它记下来 而且这种东西要写到哪 写到这个 执行党里面去 那如果说呢 你是那种 JIT 就是 当厂编译 当了执行模式 那你就不需要用POT 你不需要直接用POT 为什么 因为你有系统来示范 帮你 有DOSymbol 这个东西可以帮助你 所以分两个 一个是说 你要不要输出EF 如果输出EF 我就要把POT准备 同理呢 我来看看GOT 在我这边来讲话 我没有做GOT 而且 GOT还有点麻烦 因为呢 最大 我们今天产生出来的执行党 要能够支援动态连结 就两个东西 一个叫POT 也有GOT 所以我们在阿玛西系里面呢 也做这件事 而且不马虎 因为 你马虎的话就转不了 所以不要认真的做 然后 所以在这边来讲 它呢 我们事实上 也会有 GOT 去描述这件事 那相关的东西 请你回去看一下 这个 这个讲座 这个部分有 有录影 然后去 然后再除了这以外呢 我们有 做个展示 做一个小型的 那个 Diamin Linker 然后去展示 什么 GOT跟POT 那这个就是做 介绍怎么做 Location 我们刚才有提到 Location 我们做一下来解释的 这个程式码非常精简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程式码 它很小 就大概就 就看 还不到400行 但是 他是 真正可以用的东西 好 那接着我们来解释一下 这个 Location 的意义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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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说 你看 我们像 我们刚才会呼叫 Open Read Close 它其实都放在哪里 都放在动态的解释词库里面 对吧 可是 如果说 我们在EF 执行党 里面的那些Machine Code 它是用Branch 它是用Job 不管它跳跃到哪里 你看 我的地址其实是这样 我的地址其实是执行的时候 才知道的 回到这张图 我的地址 其实执行的时候才知道 真的要跳哪里去 那可是问题 我喜爱这边的Machine Code 前面是跳跃 就是Job 也好 Branch也好 那后面是地址 可是我地址不能写死 写死就跳不到这边来 可是这边地址很好 这边地址是执行的时候才知道 对 不然它怎么叫动态连结 所以往往呢 我们都需要什么 需要套利大圈 有POT POT找不到 再去GOT找 那GOT搭配 做一些我们的服务 好 那这件事呢 就涉及到 让你要出去很麻烦 就是说 所以我们的Function Code 我们要呼叫一个Fu也好 呼叫一个Greenlight也好 导致说 我不能一对一的 把西语言 或者其他的城市 不管怎么写也好 我不能直接把它写成Job 更加地址的形式 我必须要什么 先跳一道 哪个地方 再有这个地方去跳一道 查表格 再跳到这边来 你看到 我呼叫的时候 我呼叫好像是一个Fu 但这个Fu呢 会跟你说 请你去查POT 然后 然后 再去查POT 再跳到真正的地方去找 所以 事实上 我们呼叫的 我们产生出来的这个机械法 它所参照到的这个地址 以下那个地址背后的地址 所以就会有个 当下会的地址 还有真正地址 你会有两层 一个间接的地址的区法 导致你需要做两次 那所以导致说 我所有的Function也好 我甚至我那些全力变数 都需要做到这种事 那这件事呢 我们就把 特意把这个机制叫什么 把它称为叫 relocation 就把这种机制叫relocation relocation 实际上跟一体加工有很大的关联 因为你要知道说 跳跃的范围 你要知道说 作业系统 怎么去支援 它的那些 查询方式有关 所以它跟 一体加工 跟作业系统平台都有 有很大的关联 甚至还有说 像有些机制 像这个relocation 要去载路 那 像这个东西很好玩的 就是像Android App 它就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东西 就是 因为你知道 现在App越来越复杂 像那个clone browser 甚至无聊 重新下载一下 吓死我了 300MB 这么大 你要知道一个缺失 20 差不多20年前 不止 20几年前 差不多21年前 20年前 我开始在开发browser 我那时候 看到browser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浏览器 才一两百k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就是超过2000年的时候 我写一个比较完整的浏览器 后来有拿来卖钱 你要想拿来卖钱的东西多大 300k 那可是呢 还不到 300k 200多k而已 可是好玩 你看过了20年 不到20年 浏览器变成什么 300MB 300多MB 天啊 这什么世界啊 太狂了 那所以呢 现在来讲的话 有很多这样的需求 而且 你也知道 现在App真的是 很不诚实 也搞不懂到底干嘛 这样很多人就会 很多人会说 这据说 我自己是没有遇到这种事 据说有些人装了Facebook的App 之后呢 发现什么 打了电话之后呢 相关的朋友就出来了 奇怪 你不是打个电话而已吗 那为什么Facebook的 会知道说 你打电话 比方说去订一张床 结果后来床的电话就出现了 对 这很奇怪 好 那所以这说明什么事 说明现在很多App 可能都需要各式各样的韩式库 有影像辨识的 辨识声音的 注入成一大堆 所以你看 Google自己会有个Link 然后Facebook有个Solink 那我们去找这个 去解析这个EUF 好 所以你要看我的阿玛西西呢 其实你需要 你需要知道 像刚刚讲 POT GOT 光看程式码 所以你看 这完全都是合法系列的程式 对 这些跨面每一行 都是合法系列的程式 一个是变得科P的旋律旋律面对 一个是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诚实 那这个这个完全人生走就完全不同路 那这个程式码是一样 你觉得不能说用去看去尝它来干嘛 其实很重要的地方是实践 所以你要了解阿玛西西最好办法就是去修改程式码 那么等下来晚点回来看他说哪些地方是可以修改的 哪些地方可以有改进的空间 然后这阿玛西西感情很大 但是呢 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 他跟你想象中的变异器真的有点差别 你看我可以了解变异器怎么去解析运法 怎么去解析运法 怎么去支援像指标 怎么支援地回 然后呢 他又怎么处理中间表示式 然后怎么处理扣卷 怎么处理动态连结 甚至还做一小部分的最佳化 像这样的东西呢 就包含在什么 这一千四百多行 这程式码连结 而且我刚刚提到 还有最佳化空间 你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广 更有效率 有没有期待 好很不幸的 你的背景是还不够 还需要再看一看 那这一份的比较好读 这份的是 就是我之前有另外一个讲座 就讲这个虚拟机器的设计 实际上虚拟机器的 主要有两个分类 一个叫Parsis Virtual Machine 所以这样会更多 像JVM 另外还是以太胖 以太胖 以太胖自己有个EVM 那 这是Parsis Virtual Machine 那另外一个东西呢 我特别叫System Virtual Machine 然后我们在这个讲座呢 我两个都很讲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跟一些教材准备的问题 所以就是说 我会先讲这个Parsis Virtual Machine 另外一个System Virtual Machine 的话 我会留在比较后面去讲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们一起做一些东西吧 比方说我之前做一个东西 叫做一个东西 RT Max 那RT Max 那RT Max是什么 就是我们针对工业应用的需求 去开发一个Virtual Machine 那你可以升为它的Parsis 那这个开发的工程中 是获得这个工业院 还有这个台大电子的经纪的资助 那也实际上用在某些商业产品 我想跟你讲 就是我没有搞懂 哪些是有的 哪些是没有 那这个东西是RT Max RT Max 它执行在Touch模式 但是在这之上的Linux 在这之上的Atops 它是执行在非Touch模式 然后左边跟右边都是相隔离的 那两者可以建立一个管道去通讯 但是这两者是独立的 也就是说你就想一个情境 假的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无人机 无人机 它的确就是真正的无人机开发 就是这样的无人机 那上面有那个摄影机 那摄影机背后可以做很多数学的分析 数学的运算 那这边当然写的是跑来另一个市场 这些东西是很好的 但是呢 那这个这个东西也不是只有为了飞行 对不对 不是只是为了摄影 你还有飞行 那你要飞行的需求 你就必须吃特具调查姿态 这个飞行器很重要的地方是姿态的控制 姿态控制 它必须实际上做得非常精准 而且呢 姿态控制只要有一点马骨闪失 这东西可能就是这样 就最低的高 然后呢 今天这东西呢 有可能是吗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烧油冷的 那也有可能是吗 有可能是吃电 有可能是烧油的 事实上还有油电混合的 之前我们成功大学有一个研究 就是做这个油电混合的这个飞行器 所以想说 如果你这个东西又说也好 天空是一片火球 有没有就很恐怖 那个飞行器是可以滞空 就可以在空空飞行一个小时 因为它不是 它不是锂电池 但是锂电池再加了 油 是那个 油在运作 好 所以这个 你会发现问题 这东西非常可怕 对不对 这个 给你看一下这个 好 给你看一下这个 有点可 这个 这是在去年 去年叫Q 就是去年发展的 在成功大学发展的 叫QIQ 就是 内圈有个四种 外圈有个四种 就是 看实际机制的运作 乍看好像没什么错 没什么特别的办法 就是飞行器 所以刚才讲 这个姿态控制 那这个 这个是在我们的成功大学的细管里面 然后 在飞行的时候 你看姿态不重要 所以你看 这个灯可以去拨它 这种东西看多了 但是给你看 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好 这里 这个东西叫QIQ 也就是什么呢 它有电子 来看一下电子的部分 电子的部分做测试 在外圈 好 然后呢 要测试什么 油的地方 油的地方在哪里呢 油的地方 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黄橙橙的 那就是油 好 所以你看 这东西呢 是飞行的测试 这东西很刺激 你看 这东西很吵 所以我就不懂把声音播出来 那这里面呢 外面是油 外面是电 中间是油 那所以油呢 可以提供稳定的声力 然后由外面的电去改变它的姿态 好 那问题啊 如果呢 你想要 如果呢 上面再把一个摄影机 然后把这个控制都摆在一起 那你要想一下 那它系统有问题 如果Linus Quash 或者Linus Quash 因为执行材都没有延迟 那导致这个控制没做好 导致油没有出力好 导致它万一姿态翻掉了 像这个东西翻掉 那油不能撒在地上 那你想 那地上有可能什么 有小狗 有人在这地 在这个画面上 这个地方野餐 那发生什么事 天啊 人太恐怖了 这个是 人养成恐怖的事情 然后这东西可以飞超快 注意到这边的版本是 后来 这个 这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 那后来出来开公司 他们现在做的比这个东西达多了 就是 你想他们 很主要用的是 这个Soujo 那你想 他就去载了油 电 然后可以再 空空飞行 超过一个小时 所以 为什么要去发展 这样的hypervisor 你们想 这个意义就非常大 就是 把这两个隔离 就算Linus 运作上出了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 可以持续的 持续的去 呃 持续让这个 阿托斯不要去运作 好 这个是我们讲的 讲那个 啊 System的 System的 这个 啊 System Watcher Machine 好 那 呃 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东西 是这个Parses Watcher Machine 好 那在这个讲座呢 就提到说 哪些考量点 这边有好几分投影片 请有点关系看一下 然后 呃 中间还有考虑到这个最佳化 那 因为 这过程中有很多环节啊 是我们可以去去处理的啊 所以这边 用个小型的一个小型的一个 程式语言 来做展示 那可以看到说 哎 有做最佳化 原本不做 没有做最佳 跟有做最佳化的那个差异 它可以很精等 这个时间大幅的缩短 时间越短越好 执行时间越短越好 所以看到这个落差 可以看到说 从原本这样降下来 好 然后这个 整个实行时间呢 你看做 从原本的时间 到后来做充分最佳化 它差的幅度 可能不只有一百倍 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要讲这个Motion 为什么我们今天讲这个行销 然后 那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很有趣 我今天 我今天也是跟一个朋友 做工业控制 在做机器我们很有 那你会发现说 尤其在台湾 可能很多学生说 做工业控制 可能就是机械系的 那你可以看到说 像机械的这些背景 其实光有这个机械背景 不足以解决问题 因为像很多机器的使用来讲 它是做过很复杂的问题 有多核的处理器 多核的GPU FG 刚才发现说 这个Deep Learning 这对应该需要 因为很多环节 也就是环节相控 所以现在 我当我说 一个电机智工学生 尤其是智工系学生 学电脑科学专业的人 一定要广泛去看机器的 看那些什么四手电器 看那些什么工业控制 然后看那个什么挖矿 都好 都去看 不管是挖很特别也好 或者挖金矿 下次再跟大家讲这些细节 最近跟做的东西 跟金矿有点关系 所以不管挖什么矿 这个都很好 为什么 因为你有掌握几个原则 你知道原算法 你知道效能分析 效率的议题 你可以在真正的印象 把这东西落实下来 那我们花了好多时间 终于可以前进到 阿玛西西的关键部分 我们刚才提到的东西 只是一个比较基础的知识 那接下来看一些比较细节的部分 这个细节就比较麻烦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点解释 那我们先来从这个西语言的这个程式的解析 还有看相关的语言来看 有一个台湾的朋友 这就是我的朋友 他很有热情 下来之后 他还有花很多时间去学习 那他也做一个部落格 其实蛮好的 跟大家分享 他的 他最近花了一点时间学习 怎么去开发一个编辑 那他做了这样一个金字塔 那金字塔底是JIT 然后它的底层就是从这个Lasco 你去怎么去分析这个 分析这个 从哪个字 每个 我讲的字是可能字元 一个rector word 或是一个token 然后再去解析它的意义 那他还要去解读 解读 做一个解析 那个interpreter 然后去叫做i++ 知道i++ 最后做完之后看i是多少 然后再来是做coach 就是coach generator 缩写叫coach 然后你怎么去发展 独立的assemble link link 做新闻讲的那些 像relocation 这样的东西 然后再去发展虚拟机器 然后再来是JIT 但coach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金字塔看起来很神奇 对不对 看起来很多 那好玩的地方是 其实阿玛西西 全部都有 把link跟着sepper 只是说 那么程式码要抽出来比较不好抽 但其他都有 然后这个朋友呢 这个design呢 他就整理一些书 那这些书基本上都是以中文为主 就是 很多人会觉得说一定要读原文 但原文是相对的 原始的文可能是法文 比方说如果你看编译界的 你一定会发展完 形式外验证或数学 都是什么 他的原文都是法文 不然说刚才那个 马正希 那个很好的教材 那也是大国的研究文写的 所以你说原文是什么 那就是法文 那 我觉得重点不是 原文不原文 我觉得重点是 你对那个 语言的掌握度是多高 有些书当然是中文翻译翻译得很差 那译者是有问题 但不代表说我们推荐书就一定要说 一定要是英文的 其实不是这样 有些书还是给你写的好 而且重点是你掌握度高 那你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循环 然后学到很多东西 然后这边来讲话 就是这个李生的朋友 就跟大家讲话 他就真的去开发编辑 而且他读了好几本书 然后那你可以看他读了书 他读书很广 所以他列出这些书 然后他在这边来讲 他就说他在学习观众们 他在改几个环节 就像刚才看到金字塔 有那个next 然后那个passer st抽象一把数 7的pre processor 还有这个interpreter 怎么输出者组的 然后做出一个什么link 还有garbage correction 这一定要介绍一下这个小弟的小作品 这个我们之后也来探讨 就是有个东西叫garbage correction 然后我就做一个东西叫ogc ogc ogc要偷转一下 就会发现他的奥妙 然后这个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 重点不是名字 重点是他做什么事 那个莎士比亚不是说过吗 说名字是什么 玫瑰换的名字还是一样的香 我们今天讲这个garbage correction 是讲的吧 是讲说他的用途 事实上这个garbage correction 用很广 像浏览器 浏览器 都有内建garbage correction watching machine 也会有内建garbage correction 然后说像一些 多媒体 多媒体的一些 多媒体的那些框架 他也有很多内建的garbage correction 这个环节很有趣的地方是说 乍看好像都没什么关联 对 没有那么直接关联 但是其实实作都是环环相扣 那所以这个这个朋友呢 他就 他就 他就真的去动手 去磕一个什么 磕一个 编辑器出来 而且他是从非常简单的 所以你会看到他过程 从简单简节东西慢慢一共一共再加上去 这个 这个是你在 平常学习的时候很难看到这东西吧 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点学习程式的 其实真的蛮很难的 我甚至很苦恼说我要怎么教小孩 也许是不教了 能更有证 如果说真的要教程式的话 真的要想要怎么教 因为毕竟这样东西是很复杂 对吧 以前呢 比方说我们回到 我们讲以前的时候说回到 回到 30年前 40年前 你看那时候电机器 也不像电机器 或是电子器 电机器也好 电子器或是电子科也好 那问他说 无线电原理是什么 所以他们可能 可能他们去读书 或者他效果相关的课 可以跟你讲什么叫RDF RF Radio Frequency 跟你介绍说这东西怎么运作 那个无线电为什么他可以收发 电报怎么来 他们那时候绝大多数的那个电子科的 甚至不用电子科 只要有兴趣的人 看书 或者找一些学 专家去讨论 可以学会怎么做设评 就可以真的做一个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那个传呼机的 VB 类似VB Call的东西 有机会做出来 但是 从2G以后 从那个GSM 3G那些什么CDMA 这些党系电源出来之后 那后来还有LTE 到现在的5G 几乎没有办法说 你找一个博士 找一个电通所博士 问他说 其中5G的原理是什么 我刚讲 可能一堆博士都打不出来 他说 这东西我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这么多里面的这个 我的专业在这里 那你问第二个人说 这个我知道 我的专业是这么多里面的这个 那你问了大概20个之后 那20个东西可能拼不起来 因为他们的公共点 可能都是跟科技部一样 一起 可能找出别的公共点 这就是我们现在现实系统 遇到很大的障碍 很复杂 所以你想就是说 我相信 这种电子通讯的这个 电机通讯的这些 这些什么 这些那些 学者 或者说他们的这个 学这个专业 或者 也许你就是这方面专业的人 你可能遇到小孩子 会说 为什么5G可以上 对 你只能跟他说 因为老爸有讲月出费 你根本没有讲出一个 从 很浅显 一路 加加加加加加上去 那 学资讯过程有个好处的地方 就是说 通讯真的处杂 电机东西很处杂 而且你需要设备 不光是搞定模拟器 就不知道多少钱 但是 学资讯过程真的好 很棒的地方是什么 你 其实你的 慢慢能处待 可以慢慢去剪复出来 所以这个朋友呢 就真的是这样做 他的朋友 乐情的 一点一点的 慢慢慢慢刻 刻这个 刻这个工具 刻出来 而且他真的去做 做很多这种 一些 中间过程的东西 所以这个欢迎大家 来参照他的那个学习 然后他过程中也看到说 他看到一篇文章 他作者是什么 文组的学生 但是可以真正发展自己的程式源 而且真的是解决一些问题 对他很有启发 那我相信 我也希望说 我们大家可以 辨持这个方式 去学习 这个学习不是给别人看的 学习是 你真的有对一个东西 有充分掌握 那你对这个外部的看待 不同 自然呢 你的这个 一些机会 或者你这个 人生的记忆 记忆 就会不同 好 那我们继续看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 一个教材 这个教材写得非常好 这个教材是什么 它是 一个也是对岸的朋友写的 第一声是台湾人 但第二个是对岸的朋友 他做的东西叫手把手教学 你看一些对岸的教材 我会看到很多手把手 手把手就像是那个 有点像 像那个笨蛋书一样 什么 什么西加加弗达米斯 这种东西 笨蛋书写法 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呢 写的蛮细的 那我就帮你画几个重点 好 这个手把手 教你建构西元编辑的 这个这几天文章 跟我们阿玛西西 有很大关联 因为中文章有个共同主线 共同 对 对 听起来很奇怪 就是 有一个程式很酷 叫做西负 什么叫西负 西负 西负 它就是 不是西负 是西负 西负 西负 它是说什么呢 用四个西元韩式 是做出一个什么 西元的直译器 好 来看一下这东西很酷 看一下酷的地方在哪里 好 来看一下 它有四个方选 我们来帮他算一下 第一个方选 第一个方选 第二个方选 第二个方选 是esp expression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statement 就表示个别的叙述 然后再来是 我们知道man 所以光靠这几个方选 就实作主 就可以做出一个西语言的 interpreter 那它当然只能支援小部分的东西 但是它可以支援 西负学 int 混沌开门 然后 if 然后 那它重点是什么 它可以去自我编语 更好的说法是自我解译 sell interpreter 然后我们的MCC 就是建构在这个基础上 但我们有很大笔已经重写了 就是我们有很大笔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可以重写 就是原本这个西负 它就是因为它要最小化 所以它有东西没有做 但是我们就是把它延伸 我们做structure 我们做fold 然后它的common 系的那个风格 common 然后最重要的地方是它 Ir原本的去设计 我们认为说不太合理 所以我们把Ir的设计板 把它简化 然后最终呢 因为原本的这个西负 只能解译 就是解译这个 就是它不能 它不能输出执行党 但是我们就真的可以输出执行党 而且还做GIT的便宜 所以整体的程式板规模大多了 原本的C4是500行 那什么阿玛西西呢 就是大概它的三倍 但是做事情差很多 那我们现在还要做一小部分的最佳化 好 那回到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 也是见过在那个C4的基础上 然后它号称是重写 那事实上呢 就是说如果你去学大学的课程 像电器 那你会接触到蛮多东西的 甚至接触到BLF 然后也有些autometer 然后那个各式各样的那种 DFA NFA 那些互转 然后还有这种LOK LAL 那其实说真的 觉得到多数人帮忙过以前 看了这东西就晕了 这不能怪你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人 我是过来人 那你说为什么还去做坎派人 一开始做坎派人 只是觉得说 因为那时候Java很酷 20前就Java很酷 那时候Java就很多 当时Java的效果不好 所以人们就花了多时间 通过编辑机的技术 来通过虚实化的 虚实机器的改进 去提升这种效果 那但是那时候 比较多是因为广告答案很大 那你也知道 那时候Java很酷 所以那时候商牌 花很多时间在广告讲这些东西 做得多好 那我开始看这些文章 是懂非懂 然后呢 那开始看一些资料 开始看一些论文都吓傻了 就是我那时候虽然呢 还没有真实读大学 但是有稍微看一下论文 大概他的论述 大概知道在干嘛 可是发现奇怪 我看这些文章 我完全看不懂 有数学的 那我像我们分析的 有一堆 我们一些环节 跟我以前写程式的想法都谷 这当我很大的启发是什么 原来 真正了解一个程式 就是要找什么 它程式的原理 行为 数学模型 它的upper bar 它的这个 最大的方法是哪 最小的方法 哪些东西不可能存在 哪些东西在 它的次数 它的分布 然后它的翻译 我们今天要去改善一个成效的时候 不是把那个扣成型 就要改善 不是 你要知道 那个地方的影响多大 那很有趣的就是 编译器 作为电脑科学 最早的学科 电脑科学最早的学科 其实就是编译器 就正式的 有完整系统的学科 就是编译器 那 电脑科学最早的学科 编译器 其实它就是把 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 把这些东西混起来 因为它跟很多的电脑科学 其他的有意义项目 电脑足够学 比起来 它找太多了 它在电脑会发展的时候 编辑就发展了 这是比较比较比较 然后刚才有提到这个CFO 那CFO 它又非常找到程式码 可以去编译自己 那当然 它应该是 正确是 直一气 但是它中间也是有IR 然后CFO大概500行 那这个做的 把它加一些注解 然后冲写变1400行 不过 这个教材主要还是 注意到它还是intervision 注意到那边写intervision 好 然后 这里面会有些东西 比较琐碎 所以我们把它看一下 好 来看一下这个 在10桌面 然后第一个设计 设计的思维很重要 就是说 文化的流程 一般来说就是会有一些 就是一些 把那些什么字串 转成一个表示 然后呢 我们介绍一个东西很重要 叫token 什么样token 比方说你的if else 坏 这些东西都token 这些关键字是token 关键的变数呢 ABCD IGK 这也是token 所以你看哦 前面只是一个字串 但是token已经怎么 它已经可以跟建构语法 已经对事物了解也帮助 那中文东西叫中文断词 什么叫中文断词 就是说 比方说 比方说 例子 中文断词 这个 很久没有写成诗 这个 然后这样这个中文断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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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 在下建议 在下建议 这样就合理 但是如果说今天选择的时候选择什么 下建 你知道是那个下建 这就很尴尬 然后这个 这个就是不是对的什么 不是对的断词 或者像这个 像这个硫酸 容易 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断词的时候有可能把断词四杯 后面就完蛋了 后面这个长就完蛋了 四杯它是一个词 但是长厉害就很奇怪 所以我们的中文断词 本身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 其实中文断词算是最难的 但是我们在编辑来讲话 它也是有类似的事情 只是简化很多 我们要降低它的那种 它会令人混淆的部分 然后在这过程中 我们前面有提到有IR 所以IR基本上它其实也是一个什么虚拟的直映机 所以它里面其实有一个虚拟机 所以我们也看到说 有些课程 它的课程叫做 Compilus and Virtual Machine 就是你会觉得说两个好像是不同的东西吧 一个虚拟机是像你看到宴会论一下虚拟机 那Compilus说那就是什么Microsoft VideoC 因为这两个东西为什么课开这样的一起 其实这两个东西相互在影响 相互在学习 只要表征上它能解决问题的不同 所以注意到这个议题 好那再来是什么呢 刚才提到那个SIFO 所以SIFO就是这个作者就从SIFO从学 然后他就把这个作业调整 所以你可以读这份教材去来看我们的阿玛西西 有些东西很像 但是就是名字不太一样 那简单说呢 第一个就是做NEST 它就主要拿一个Token 然后忽略一些空白资源 然后再来是就是要去解析它不同的表达 那像阿玛西西呢 就是叫ESPR 我们就会有个表示法的解析 所以什么叫表示法的解析呢 比方说1加2 就是这个解析 那当然有些东西比较难 比方说I加加加加1 那大家说加加I加加 这东西叫什么鬼了 就是加加I加加 对 就是我们在你所不知道的西语 里面有个东西叫什么 未定义的 未定义行为篇 所以其实有提到这件事 对 就是这个 加加I加加I 注意到这东西呢 这东西是Undefined Behaviour 就是让我们一道中是这样 其实要能够解析 然后总之呢 在这过程中呢 就是在篇文章就 它就要做这个 就跟解析说这个东西要做什么事 然后再来是设计虚拟机 这虚拟机呢就是为了要搭建 我们要见过的什么 那个IR 然后在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的阿玛西西呢 也有IR 那我们IR呢就是这几个 这OP code会改 因为它只是一个虚拟的机器 它最主要用的是把我们从原始程式码转成IR 那IR就把这些OP code转换成Machine code 然后这过程中就有很多最佳化的空间 然后说你怎么从OP code转换成Machine code 对不对 因为新的CPU通常有些比较新的架构 对不对 就让你去做更多的事 然后再来是 你可以在IR层面去施行一些最佳化 比如说有些程式码就是没有执行到 那你不需要再产生Machine code的时候才去做 在有些code根本就不会执行到 比如说像这种 像这种 iflin 对 就是点点点 对 那else 那else 不要说 这个什么 else 这个ESID 好 那像这段程式码呢 你就知道什么 像这段程式码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等价于什么 你连ifelse都不用拿 原本这个看起来是分支 原本就是觉得这是50%的条件 50%的几率 50%的几率 根本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前面这个东西根本不会执行到 好 所以你只要怎样 ifelse都拿掉了 所以你只要做这件事就好 好 这个东西就是最佳化 那我们有这个IR就可以在及早去做最佳化 当然在语言层级也可以做最佳化 好 所以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前面就是分支处理 逻辑控制 好 好 还有一些跳跃 那后面就是 呃 系的呼叫 好 但是后面这个西 西有西也比较特别一点 好 这个这个这个 然后 所以我们 我们需要去设计 好 就去了解这个什么 了解这个 这个方讯或运作 所以在我们那个 呃 我们 你所不知道西元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专门来讲的 讲这个方讯扣 对吧 好 讲这个 讲这个 还是不叫 还是不叫 还是不叫片 这个也是在我们了解 就是这样过程中 其实也是需要需要了解的 好 我把讲进去吧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我们真的 打造一个西元编辑器呢 其实你看到 有非常多知识 顺利的 顺利就打通了 好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经验 这这样的经验 这样的学习的内容 原大于 原大于是会说 做这东西有什么意义啊 之类的 然后就是说这种话 是不是呢 呃 如果每件事的意义 就是当下做 做一件事的话 人类的文明是不可能要记不住 人类文明之所以可以记不住 就是因为反复的 反复的在 呃 累积这种基础 那很多基础乍看 目前用不到 但是未来过一段时间可以用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看 那个教材 所以就说这边来讲 跟讲这个虚拟机器怎么设计 那虚拟 我们在编辑的虚拟机器 虚拟机器设计 特别讲这个IR 最好距离这个真实事件 不要太远 也就是说 你最重要想要释出 Machine Code 是Arm架构的 Intel架构的 那你就应该有个 比较经典 比较接近的一个形式 去存在 那这边有几个 就是像这种 这边有几个 Opcode 那你可以对照这篇文章 因为我们有同样的始组 叫做T4 就跟你说 这个东西是做什么事 像IN 直接数字表示法 然后注意到 我们这个指令集 它是以Stack为基础的 Stack-based Virtual Machine 什么叫Stack-based Virtual Machine 也就是说 它今天做任何事情 操作对象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堆叠 所以比方说 你看它的Machine Code 大概会讲这样 就是说 我今天做一个 这个S乘Y乘Z的时候 我不是把这个R0等于X R1等于Y 然后R2等于Z 然后之后再做什么 NUL Z SY 就是我们在实作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做 不是这样去实作的 不是 而是怎样呢 而是 我们会透过一个东西叫 Stack Machine 这个Stack Machine 做的事情就是说 当我要做XYZ的时候 我先把X推进去 推Y 所以一个堆叠 一开始有X 然后把Y推进去 Z推上去 所以当Z推上去的时候 Z是最高的 那乘的时候 再把这个数字 把它取出来 比方说这时候 最上面是Z 次上面的是Y 所以我就把Z跟Y 取出来做成法 成完之后 再把它 推回去 那同理呢 我在做加法的时候 也是这样 把Stack的东西 千两个都取出来 做完运算之后 再把它推回去 然后呢 这个 所以我通通到 我的操作东西是什么 是这个Stack 知道 我这个Stack 所以 那这样的操作 有什么好处呢 你就可以避开 什么先存储 后加减的问题 你不用去考虑 什么 什么 operator 优先群 不用 你最后来只要管 什么 哪一个项目 是先推进去的 哪一个是后推进去的 你最后来只要管 那么密集就好了 这个 最大的我们今天 阿玛西西呢 它背后用的这个Stack 其实就是这种 那这边就有一些说明 就是说 所以事实上呢 它很重要就是去 去Stack 去看它的那个位置 那你可以看它的一些 教学说明 那附带可以提的就是说 你要怎么贡献阿玛西西呢 除了改成事码以外 你可以帮忙 强化注锦 就是像我们这边有说明 所以你可以读这些教材 里面读这个教材 读这个教学 那应该到里面去改 改成阿玛西西 那我最近应该做的意思了 就是去写足够多的注点 那当然有些东西可能写的 不是很清楚 有可能是在命运上做的不好 或者之类的 那你欢迎送一个 好进来 好 来澄清说这个 它具体的这个作用 好 那这个是 这就是那种 那些OP code 那也方便送一些 送一些 送一些 送一些那个 tool request 去解释它在做什么 好 那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是什么 虚拟机 那接下来解释那个 语法 语法的部分 语法呢 就很麻烦 因为你真的需要 需要一些背景 就是需要一些 理论基础 那当然我这边去忽略 但你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就不反白了 就是看得出来 这个 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那是什么 它事实上呢 它是有括号 右先架 先陈足后加价 操作 那事实上呢 你要在预算的时候很麻烦 你要解析的时候呢 你不能直接看到它的答案是 是多少 其实 没办法知道 这个 没办法一看就知道 所以我要先搞懂 它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你看 我今天解析这一段呢 它其实不是从左边到右边 一路这样解析下去 不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它会反复的 要是你看人 会直接 人的眼睛是在少了这段的时候 因为人的眼睛 不是从左边到右边 也不是从右边到左边 人的眼睛一开始就看到 左右开通 看到 所以看到这个括号 经过一定的训练的人 就是讲你 就是像经过一定训练的人 很容易就直接看到 4-5-1 治ore再僵乘以3 对 toim出来 那 加上 他有源 就是等于 sano 3 所以 打算什么 省ノ 2-2-1 可是你看 我们的face 是因为 左边看过去 右边看过去 上边看过去 向上边看过去 对 看上邊看过去 可不是 辰也不错 我们 Sen Compiler是很石板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要设计一个机制,让它没有ambiguity的前向 没有那个模糊地带的前向去解析这个东西的运作 所以在大学的课程会学那个NEXT,IARC,你看这东西叫什么 他们有个很深切的就是这样的,叫做Compiler Compiler 什么叫Compiler?就是产生Compiler的Compiler 酷吧,为什么?因为Compiler很复杂 那很酷的地方在这个地方 然后很酷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大学的时候或者你参加过相关的课程会学过NEXT跟YARC 那请问真实世界的编辑器,像GCC、LVN 他们用NEXT跟YARC,其实他们也没有直接用 像GCC以前有用NEXT跟YARC 那后来怎样丢掉?用手写 对,你没听错,手写Parser 为什么?因为用NEXT跟YARC很复杂 那他有的东西就是百万 但是用那个习语员充写 用NXT跟YARC产生出来的词试 那就快能试试 人的手写还是有它的帮助 那你想,那这件事呢 是不是讲到机器是不是有些限制? 对,机器就是这个限制 那这个东西也可以对应到人工智慧 就是说,我们人呢 如果需要初用的人去做事 绝对要最关键的 为什么原本用NEXT跟YARC 做出来的那个西元的编辑 那个Parser要丢掉 因为太多程式用西元写 所以你今天去改善坎拍的人 用人,穷尽能力量去把坎拍的改善 那这东西可以重用 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可以受益这件事 因为这件事而受益 这就很棒 但如果说你做的事情是 不会有太多人去沿用做的事情 尤其在台湾 很多人写程式是被人家丢掉的 所以这样大家要有一个恐慌 就要有一个新准备 为什么? 因为这种累积性不高的东西 你叫人来做 对? 因为它没什么累积 那你也不太会有什么进步 你会获得有什么真相回馈 但很可能未来由程式产生器 或者用AI的去把你解决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来 要大家来看系统程式 因为系统程式目前为止 还不会受到太大的压力 能够智慧取代的工作 所以你还可以花认真去想 想这个中间观点 好,那这边呢 就继续跟讲说怎么去解析 这我就一些细节就不讲 因为这个教学很长的 然后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呢 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教学里面 它不支援structure 但是我们阿玛西西有做structure 为了要支援阿玛西西的structure 我们事实上 我们的阿玛西西程式码 膨胀很多 就是为了要支援structure 支援structure 支援structure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阿玛西西有支援structure之后 程式码可以优雅很多 因为以前没有structure的时候 以前没有structure的时候 怎么去传递这些ID offset type 你要指标指标 然后指来指去很麻烦 但是你用那个 有这样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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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用这个 就变得很方便 你可以就很好的去描述 对 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这个阿玛西西跟那个 C4跟办案之后 这边教学 其实很大部分 就是我们考量里 就多很多了 然后再来是有个东西很重要 就是ID 就是说我们今天要知道 除了关键字 保留字 是原本就知道的事情 但是你要考虑到 诶 我在解析过程中 我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变数 我怎么知道它是一个 我们自己定的方式 所以就是这种ID讯息 在这边来讲话也跟你讲 这边还蛮多的 然后对 它有些程式码 你可以去下载 注意到 它跟阿玛西西有一定的相似度 但是还是有些落差 然后再来是 这个 Recursive Descent 这个东西超酷的 你要认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Recursive Descent 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 因为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 就是说一个数学是 人的眼睛可以很自然的 依据你的习惯 依据你的技巧 去看说 我要从左边解析到右边 或者我从解析中间 甚至有些人厉害啊 直接被答案啊 1加2加3加4加 一直加到100 电脑呢 可能去刹卡继续做运算 然后你想 诶 这问题好像上次有人问过 所以你拿到Cash下来 那很简单吧 答案就5050 那有些人可能没有背答案 没关系他知道什么 不是有个东西叫T型公式吗 就是1加100 那干嘛 再乘100 去2 就等于答案就5050 那你看电脑呢 你拿着真实 但是电脑呢 可以把 简单的事认真做 做快一点 那这个什么叫做 requisite descent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像我们刚刚讲的 试则运算 那你可以用BNF去表达 对 忘了跟大家提 这个BNF也好 CNF也好 它的这个表达呢 你可能第一次看到 是在编译器的教堂看到的 但是很好玩 其实它更早之前 是在哪里出现 是在语言学 对你有听错 语言学出现的 所以事实上 我们讲 理哲学这些 理哲学这些 理哲学 语言学 还有编译器 他们其实是有高度相关的 甚至像那个 早期啊 像上个世纪 那个维克斯坦 维克斯坦 他是一个哲学家 他是一个数学家 然后 他是哲学跟数学背景 但是他后来去研究语言 他去探究语言 表达的一个体现 所以在他的学说里面 在他的学说里面 有一整 就是讲什么 讲这个语言呢 是逻辑表达 语言呢 限制的逻辑表达 之类的 然后很有趣的地方是 我们今天去想 我们今天制定个城市语言 我们今天去设计个兵器 其实也在探索 语法语言表达式的限制 你要怎么知道一个东西 是没有韩普的 对不对 比如说 这样中文就很韩普吧 什么我想上你 对不对 我爱上你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是爱上有可能 爱上可能只有一个词叫那 对不对 但是有可能是 可以是一个动作 对 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中文这样的很尴尬认识 它很韩普 这样的东西 我们在城市语言设计 就不行 但是什么叫严谨 所以在这过程中 BF的重点 比方说试者预算 我把它表达出来 是这样 那你怎么知道 你写出的这个表示是 试子跟试之间 没有相互矛盾 试子跟试之间 它是相互关联 所以一个东西要什么 就延续 刚才讲的 这个就是一个东西叫做 recurse of descending 所以就是说 这件事就是 它会有个表达法 那一路这样拆 所以你看 一开始有个表达法 表达法里面可以 包含有表达法 比方说4加2 本身是一个表达法 但是呢 这个4加2又可以当做 另外一个表达法的一部分 那3乘4加2之后 又可以当做一个 另外一个表达法的一部分 所以那是表达法 然后再把个别的项目拆开 然后在干嘛 在干嘛 在干嘛 这个数字 拆出数字有3 拆准拆数字3 那在干嘛 其他用是其他表达法 那我们再去拆 拆到什么 拆到一个数字4 好 然后再去拆 中间拆到2 然后呢 中间呢 你会把东西东西取出来 比如乘法 这个叫vector 然后这个东西叫ader 然后把它拆出来 那这个东西就跟你做什么 跟你做这个定位相 就能一路这样拆拆拆拆下 然后 我们以前在学的automata 我们现在学的一些nfa dfa 其实为了这件事做准备 所以如果说你如果说 你要再看那个l a l r 之类的那些pass 它就有 这是有一系列理论 有些东西是可以解析的 有些东西是不能解析的 像中文写来就不能丢进来 这样 我爱上了 这个东西就 它有n种翻译 那 要看什么情形 有些都是晚上想的 有些白天讲的 对 有些是很熟人讲的 有些是不熟人讲的 有些是不熟人讲的 有些东西是 讲的没有 对 什么 什么 像什么 三民主义组织中国 这个东西 你懂吗 对 这个 这个 这已经不是有没有用过去 也不是言论自由过去 这个 这是一个 not function 对 从以前到现在都不会放学的东西 好 那 但是你又不能不讲 对 你看到人家讲出三民主义 从中国 你会觉得 这是你理想 好 好 好 然后 那接着 后面东西还很复杂 但是后面东西就快多了 如果说你 前面东西有搞什么的话 后面就快多了 后面的重点在哪里呢 因为我们整个东西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stack Motion 所以我们事实上 我们中间的那些变数的处理 我们中间的算数处理 都是在 那整个stack上面去做操作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所有的变数 那些怎么解析 本质上都是在哪里操作呢 都会在stack stack上面操作 好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稍微有一点点去问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 表达式 表达式 表达式呢 其实很麻烦的是 优先权起 就是它的优先权 然后 然后 我们刚才来讲 会用这种 你可能知道有什么叫什么 叫做post-face post-to-face 前序表示后序表示 这种方式 那 这个 为什么要把中序的方式 转换成这个 后序 或前序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吧 就可以避开挂号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运算 都是有明确的 路径 那 也只有这样的表示法 我才能够直接对应到 我们的stack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议题 但是 我们的compile 就是要把这个东西 把它制作出来 所以我们的 阿玛西西 也好 西报里面 有一部分程序 在做这个 做这个stack的操作 做这个操作之后 你以为这样解说没有 还有东西麻烦 比如size-off size-off size-off 这个东西很讨厌 讨厌在哪里 讨厌在就是 它的行为 其实size-off 后面可以进行很多东西 但是在 目前的C4 阿玛西西 能支援这个 阿玛西西 还有一个支援structure 但是就是说 它其实 这东西就很麻烦 就是说 像这种形式可以支援 你不能乱打 你 你 你不能随便 加一个东西就进去 这是受限 收限 它的实作 这也是 你可以适合去改新的部分 好 然后 再来是 再来我们来讲一下 流程控制 流程控制 跟 跟我们的IR的观点 比方说 p++跟p-- 这种 我们称为increment 这种increment 很好玩 我们在实作 怎么去实作 我今天要做p++跟q++ 其实我们最终的工序是一个step 所以你看 push也好 i也好 这是我们的IR 所以我们势必要产生一个对一的IR 所以你看 我今天这个重点在哪里 p++也好 q p--也好 他本质上意义在哪里 他就等于p先加1 再把这个数值存回去到p 所以做完p++之后 p的数值最终的结果会是 比原本多1 这种东西叫sive 但是当下p++的时候 因为它是加完或减完之后 再去改变那个值 所以这跟++P不一样 ++P是什么 ++P是说我原本只是1 我++P做完之后 我的return就是2 但是p++不是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就涉及到什么 你数值更变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就产生一个什么 对应的这个 对应的这个 我们的IR 那同理呢 在阿玛西西里面 阿玛西西里面 比较有趣的东西 有持作用for 那所以你看到 如果说你要去解析for在做什么 他有类似的东西 BZ GMP 就是他的叫 所以事实上呢 这边就是产生IR 所以你看到 你看到for 你可以讲一下for for的形式长怎么样 for的形式呢 就是for是这样的 那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就会产生什么 对应的这个IR 所以他就去看 这样这个for的iteration的话 你就在想 他会有这个 他会有几个数值 然后他会去检查的todition 然后看有没有到结束了 如果没有到结束的话 我们跳到里面去执行 对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产生这个machine code的时候呢 产生这个IR的时候呢 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把按插新的IR进去 然后呢 所以当你用那个-s这个参数呢 那时候呢 他有什么 就可以输出那个 超过amcc呢 去什么 输出他的那个 IR 也是在或者他的入属会员 好 那 所以这个办法的流程控制啊 或者一些新增工程 都可以这样子去做 那 这个都可以非常注意啊 就是说 从这个表示法 到这个IR 好 那你就看 那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说你这个教材很棒的 它让你掌握 掌握这个 Language from end 注意到 这个教材比较可惜的 就是他讲了之后 在这IR之前 那 那这种阿嬷西西是什么 Language from end IR到backend 然后之后还要帮你什么 IR的altimeter 所以是 范围比较大 好 但是也不要觉得挫折 好 多的是更新空间 好 对注意到 然后看那个教材 它是有那个 就是这个连结 请大家看一下 好 然后再继续看 好 刚才提到那个迪圣 那我们的好朋友迪圣 他就写一个很棒的东西 对 他的教材比较有趣点 他的blog 就是有很多好玩的东西 好 然后那个迪圣的这个朋友呢 他就 他就是 刚才讲过 他花了很大力气去写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小的那种coach 在做什么事 然后把每个环节都做到 这是Armasc 比较欠缺的 因为 Armasc的开发 其实在那之前 已经有C4 所以 我们在 因为有C4的基础 才让我觉得 Armasc 这东西做得出来 如果没有C4 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可能没有那个信心 去开发Armasc 吸缝没有包含 刚刚那个教材没有 就是我要怎么采用C4 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去写这个东西 比如说中间怎么刻出来 有很多中间层出来已经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不见 就是说中间多失败的事情 就丢掉了 你竟然也会看到 但是 一步一过去体验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像他这个第三个一过去体验 就可以照我们的一个环节 然后发生说 怎么从这个IR 转转到微信扣 所以这个东西是扣券 那怎么去做这个必要的最佳化 好 那我们再去看 那接着我们呢 我们前进到IR Armasc 有一个分支 叫Interpreter Branch 郭米思议就是什么 郭米思议就是 它是一个Interpreter 所以这个 注意到 你Master Branch看到的Armasc 是1400多行的程式 而且它可以输入 输入ERF执行档 但是在Interpreter Branch 它基本上很小 也没多小 就大概 还是1000行 然后 然后它也是可以这样 它不支援ERF执行 但是它可以支援GIT 所以刚才说 GIT有 然后 然后比较重要是这一段 就是它可以去解析 就是可以去执行它的Bite Core 所以你可以想一件事 如果你把这个Interpreter Branch 整合回去Armasc 的话呢 那Armasc就可以干嘛 就可以去 它可以 GIT 成 暗的巡控去执行 也可以直接输入ERF 直接担任 执行 但如果说你把Interpreter Branch 整合回去的话 这也是你可以收 如果你要贡献这个专案的话 你也可以 尝试把这个Interpreter Branch 共同回去 那它本身上就是一个虚拟基金 就是解读这些OP Core 然后去执行它 该去挑战什么的 在我们的issue里面 就是带座事项目 就稍微提一下 就是一个 你可以来实作这个 实作一个 独立的音徽的 那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搭配刚才那个教材 刚才那个 手把手的教材 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不过这个东西比较 就比较 比较 请你自己去花时间去看 这比较俗脆一点 我就不讲 我们来讲一个 贯串 这个阿玛西西的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 事实上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GIT 这个我们要提到 这个是跟谁学的 跟这个 LVN学习的 那所以我们要去了解 一个GIT 它有一个东西 城市怎么运作 然后再来是说呢 事实上coge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到 它要去做Elocation 才有办法知道 执行时期的地址运算 那这时候我们来看 这另外一份投影片 这投影片呢 是 之前我们的熟悉教材 就在介绍什么 开发一个 Interpreter Compiler 还有一个 Just-in-up Compiler 那我们再挑一个 程式员 叫Bread F 这个 后面不能念出来 让我们消音 对 这个我们 在YouTube上面设定是 18岁以下也可以 所以有些词能讲 然后这个Bread F 它是一个 他是一个 这个 图灵完备的程式员 所以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 西元是图灵完备 那Bread F 是图灵完备 那这两个就能呼唤 西元做得出来的 Bread F做得到 Bread F做得到 西元做得到 好 那 以下图灵一些细节 就是你可能对这个程式 有什么兴趣 再过去 接着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实作它的 interview 那因为这个程式语 比较单纯 所以从那里只要把它 照一对一的把它实作出来就可以 那比较简单是它的 FORMIT FORMIT 要记录一下 那来看一下它的 执行时间 如果呢你执行一个 特别要复杂一个程式 你需要两分钟 对你有看错吗 需要两分钟 好 但是呢 你可以去做一个compiler 如果要输出那个 64位的那个intel架构 然后 所以现在是真的输出 输出什么 我们现在还是输出 Assembler 再透过Assembler 把它成为图灵扣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考量点 你可以慢慢看 然后这边做个参考 哎呦 就大幅缩减了 还记得刚才吃两分钟 大幅缩减了 你降到什么 9秒 哎呦 觉得好快 从2分钟到9秒 的确是很快 但是很不快 那这边 除了讲intel架构 也除了讲unct架构 考量点很相似 那接下来我们讲JIT COMPINE JIT COMPINE 有点搞合理 所以我们先解释什么叫JIT JIT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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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ime 跟另外一个字叫做real time 很多人都搞错 因为两个字在繁体中的念法 都叫什么 都叫做吉时 让人想JIT just in time in time 什么意思 这个in time 就像吉时语的吉时 什么叫吉时语 就是你不喝水 就会咳死 那吉时语是什么 就是在你咳死的 几乎会咳死 或者你真的很难受的时候 偏降干你 对 就叫in time 吉时 所以吉时意味着什么 它就是迟到了 你会觉得很可难受 肯定怎么样 肯定就是雨呢 来得太慢 如果那雨呢 来得早晚 你会觉得可能会觉得很烦 就像今天一样 外面在下雨 对 我今天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也是冒着雨过来 这个就显然比较吉时语 所以知道 即时in time in time之间是意味着什么 它本来就迟到了 但是它在你快不能接受之前 或是在你冬雪范围之内到达 就在雨汉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Ryohan 这个Ryohan的话 你可以去查一下我之前的这个教材 就是不能找 你就找Ryohan Minus 然后就会 诶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了这东西 好 因为你会看到这 我已经做了一些教材 好 好 那那个东西要没有看 那不是我们今天探讨范围 然后这个GIT Compiler 那就是说 所以实际上 我这个GIT Compiler 它是比较晚 所以什么叫比较晚 我执行的时候就比较晚 所以我在真正执行之前 注意到 我在我真正执行之前 我去产生 这比方说我产生的时候 的机械码是这个V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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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然后注意到C3 稍微记一下 Intel的主委员 C3就是什么 Muternless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东西 你大概猜得出来 这个B8就什么 就是MOV MOV EX 那你 这C3有4个点 就比较什么 有4个Byte的点 是什么 那就是三十二位的加工了 所以你先来猜得出来 这东西就是东西回事 好 然后呢 那这个 嗯 这个东西好用在哪 这好用在哪 这好用在哪 就是说 这是某些工费 这某些工费 我产生出来 它一开始是资料 注意到 在绝大多数的架构下 资料是不能直接执行的 所以我需要做一件事 叫做Remap 就是把这个 把这个 把这个 记忆体管理单元的设定 改掉 那这边呢 其实MIP 它其实做了 Remap 所以简单说 我把原本的资料东西 我把Remap成为可读可写 好 那这次很重要 在这个 如果你没有设定成可读可写的话 冒然去执行这一段 也就是说 你如果Code 你直接 直接跳进执行的话 你会得到错误 那但是我们这边 把Remap mmax 所以我就把原本是只能写,只能读的空间 把它对应到可读,可写,可执行 然后我之后跳到可读,可写,可执行的区对 这就是GGIT 好,那这个东西呢 接着我们去想 就是说我们把刚刚那个东西 刚刚那个BrainF的Compile 这个Compile 但是我们是现成的,Assembly 再把Assembly的东西再通过Assembly 把它执行扣 那我们这动态去输入什么 输出什么去扣 好,然后呢,神奇的是法 还记得刚刚的数据吧 刚刚是9秒,现在降到36秒 这要怎么解释呢 因为我们现在CPU有个东西叫什么 叫Cache 就是说,因为像BrainF呢 它的程式呢 它的整个OPComp很少 那这个,你看哦 如果呢,我们原本的产生程式码 是这个很多指引 比如说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 对吧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Location就比较差 就是说到 独到的那个空间 对吧 你Cache 基本上很难发挥作用 因为你不是 加加减减 加加减减 然后一大堆跳来跳去 一跳就可能跳很远 好 但是呢,这样BrainF的话 比较有趣 这GIT的话比较好 你知道是吧 是说呢 你产生出来的Code 有可能都是在Cache 所以它的GIT的操作成本 有机会比较低 虽然参加MXC COO有成本 但是因为GIT的成本更高 所以我们减少GIT的压力 去降低这个GIT的压力 然后去提升效率 所以注意到呢 就是我们讲这个GIT呢 它其实也不那么神奇 如果GIT没有处理好的货 有可能会变慢 注意到啊 好 那在MXC里面呢 刚刚前面有提到 -S这个选项可以输出IR 所以比方说 这个很无聊 但是它层次出来 你去带着 这样 就是一个 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指向哪里 你猜就猜就出来 一定指向是吧 Hardload的开头 然后再Push进去 然后CoinLevel也是OPCode 就把Stake里面指向的东西取出来 然后把IN出来 然后接着干嘛 还没结束 要准备结束 还记得要LUTEN 所以这个程式呢 最后要跟LUTEN 所以我要把什么 传绘子带进去 所以我把这个传绘子 然后这个LEV LEV 它也可以当做那个什么 LUTEN用 好 然后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GIT执行 这个GIT执行呢 在我们阿玛西西里面就有 我们阿玛西西里面有个东西叫 TEST底下的这个 GIT 那就是这一段程式吧 跟这个东西一模一样 那注意到呢 一样 你要把产生出来的资料 它是DATA 要让它可以执行的话 你要做什么事呢 你要LUTEN 所以注意到 我这边就是MAT 那这个刚刚跟他写的程式码有点不一样 对不对 因为我们把那个数字 改成 改成 直接算出来 那为什么要算出来呢 因为阿玛西西目前不支援 目前不支援 PREPROCESSOR 你说那有没有可能支援PREPROCESSOR 有 跟蒋哥那种东西很酷 一样也是C4的作者 他还有更厉害的C卡牌的实作 他这个卡牌的实作就可以支援 PREPROCESSOR 但你看程式码程度就多很多了 要捡得很久 两千多行 所以这个 就复杂很多了 那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贡献的阿玛西西 你也可以参考这一份 就是后面这个 然后它里面也许一些东西比较余用的 你可以把某些机器带过来 带到这个阿玛西西里面 这是一个贡献 好 那所以大家注意看 这一段程式码就跟我们这个阿玛西西很像 好 你看我一开始能先去配置空间 这个空间是可读可写可执行 然后呢 我干嘛 既然可读可写可执行 我就干嘛 我就写 写不去混进去 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数字 才就代表这个LDR 我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所以这边前面LDR是LO的意思 A的就是加法 然后STR是STORE 然后NOBPCLR是什么意思 就比方说我要返回 所以就想 其实我就产生一段 什么 一段这个 一段程式码 然后成程式码之后呢 我就跳进去执行 好 那注意到呢 跳跃的时候呢 我们用一个小技巧 我们用BSEARCH 好来 看BSEARCH在干嘛 看你不知道BSEARCH 是BIOS SEARCH 你说BIOS SEARCH 为什么这个东西需要BIOS SEARCH 注意到啊 这BIOS SEARCH 你们看到这用EG单据 用EG单据 这小技巧 这小技巧在哪里呢 小技巧在说我呢 其实我冲到只有一个元素去SEARCH 你说那是你干嘛 重点呢 重点是让这个方法有机会执行 好 注意到啊 这边的技巧 这个技巧在于说呢 这边不是会产生一段程式码 对不对 那产生程式码的时候呢 有很麻烦的要事说 我们呢 要直接跳进去执行 因为我们没办法用这个 就是 我们要跳进去执行的时候呢 会有这个 function code function code 成本 会有些per amateur 会有些什么local grade board 还有return value 这些东西 但是有没有可能 我们直接跳进去执行 是有 可以的 但是我们的小技巧 我透过自己跳 我们透过什么 透过BSEARCH 或者QSOAR 我们直接透过这个function 跳进去 跳进去 跳进这个 原本是compare function 那我们来跳进去执行 那这样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呢 就不需要用到 很复杂的function code 你以前要做到一样事情的方式 就是用那个function 方式来做 但是我们 我们的function code 是比较有性的 在阿玛西西里的方法 它没有始终那么完整 所以我们刚好可以 用这个东西来跳 弥补我们没有完整的 4月7月规格 那这个意思其实跟 跟刚刚那个 刚那份警报写的东西 是相似的 就是哪一段 我看一下 这个程式满了用 这个程式满了用 跟刚刚的这个 跟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就是刚刚那个Bsearch 不是QSOL也好 主要是因为这个 因为我们的 目前阿玛西西里Bus 没办法宣告在这里 没办法宣告 而且目前没有支援 这个type define 所以在这个 做这种function code 很麻烦 所以我们的做法 是透过一个这样的跳板 去做这件事 那当然你也可以考虑说 对阿玛西西做扩充 把刚刚那个语法把它转换成这个 也是一个小技巧 然后接着呢 我们要去看什么 就是说 怎么去 实作一个GIT 那这边有个教材 这个 这个网站 可以把它加入书签 如果我们对系统程式很有兴趣 这是一个增强者 他做不过事情太多 多到各种解释 反正跟系统有关 跟效果分析有关 跟稳定性有关 跟他写的都是非常之详尽 台湾的工程师呢 就是 我觉得台湾很多这个 有些观念不好表演 最讨厌的就是什么 什么工程师性格 什么什么鬼话 英文有这句话吗 没有啊 工程师性格 然后觉得一个人干 然后怪怪把别人做事 就是人老人做事 就叫做工程师 这不对 或者说其他一个人表达能力很差 或者有些 有些台湾工程师 不能相信嘛 这正常 但是不正常 他说我只是很会说 但是想一件事 你做一个工程师 你不会说还得了 对不对 当然要会说 你不会说 你怎么把自己做的东西表达出来 怎么去跟人沟通 怎么分工 所以工程师如果不会说 根本就值得当工程师 那当然会不会教科 是两个的事 我还在学习怎么教书 然后这个JIT 这个就表达很重要 当然也不就是你讲的 就是你写的也可以 但很多工程师 讲不行 写也不行 写算成事也还好 那这个就很大的危机 就是在产业生理中 你我都在想 你刻的这就是 好 那大家回来看 这个JIT 所以来看一下 你讲什么JIT 然后我直接帮你刮重点 像刚刚的这段程式 它其实让对应到 如果说对应到 X8664的话 就是这样 然后在后面一个 注意到 有提到这个东西 可读可谢可知情 注意看这段 我刚还记得 刚刚阿玛西西那个 阿玛西西那个数值 所以我就把那些数值先算 0256 所以256型还是它的大型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MACO 我把这个MACO算 算的时候就是 那个数值算的就是 算就是这个 那 算完之后呢 就得到该分的数值 然后 所以注意到 我们需要一个 page 或是若干的page 它的重点是 它的属性是要 可读可谢可知情 然后再把Machine Code 把它放进去 然后注意到 用这个动词 发射 然后最后是 这个 就是 真正去 执行的时候 在哪里 好 这边用个小技巧 太平几番 所以你会轻松很多 就是去 方学 直向它的 配置 空间 所以这样去执行 所以注意看 这边来讲的话有几大重点 一个是 Map 透过Map 去设定这个 一个page 的属性 那除了这以外呢 就是去做什么事呢 去做这个 你怎么去 去 cast 然后再来是 怎么去执行 然后 在这之后呢 有没有注意到 刚才有一段 有点趣味的测试 好 刚才讲的 有点 有点 有个地方好像 Muiki都嚇到 Clear Cache 注意到 因为呢 原本这个程式呢 它是放在哪里 放在Data 注意到 在这边来讲都是Data 注意到 这边都是Data 那Data 你都知道会有Cache 那可是呢 我们把Data 把它放进哪里 放进可读可知识 可读可知识 可识可知识的区段 所以你就遇到很大的 我们说 当我去要读到这段机体的时候 比方说这个Gitman 这个机体空间的时候 对CPU来讲 我只用存稳存取到这个空间 有可能怎样 有可能是 我已经有Cache下来 好 而且不是有可能 很显还可以Cache下来 因为它已经碰过了 对 那是临近的空间 临近的这个机体定值 可是实际上 我不能用Cache的资料为主 为什么 当然简单 因为我已经改变了 我已经透过我的 透过机体操作改变了 机体内容 所以我必须强制 把Cache的资料清掉 否则你会跳到Cache里面的资料去执行 那就惨了 如果跳到Cache里面的资料去执行 那很可能 那不是一个有效的程式 当然会失败 所以就要 我们正会做一个Cache的动作 所以我可以缺乏什么 我要跳进不管跳到哪里去执行 那个地方会参照到 记忆体的资料 而不是Cache 这就注意到 所以回到刚刚讲的阿嬷希希 还记得刚刚有讲的伏笔吧 叫什么 CLCA CLCA是什么鬼呢 听起来神秘 等一下帮你揭开神秘密杉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情 这个东西就是Cache 那如果去找Cache的话 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那在我们来讲 我们把Cache当做什么 当做一个关键词 Cache 那 休息 好 所以 所以 这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实作 实作这个什么 实作这个 实作这个 整个实作环节 就是像那种细节 就很关注 就是你不能只看那一部分 像刚刚那个东西 你可以送个Pull Request过来 这个 如果 这 欢迎大家来送货 你可以看 要故意留个东西给你改 诸解来不及写 好 那所以就是说 这个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要特别注意的事情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还有 他里面写很多东西 就是这个 JIT的设计架构 然后 再来是有一篇文章 这篇写得非常好 你看一下 就是设计JIT compiler的效益 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JIT没有做好的话 有可能会有些副作用 甚至会变慢很多 不是慢 也是慢很多 设计这个Cash 其实要做得非常 设计JIT 要设计非常精巧 而且要很清楚知道 那个Cash行为 那这边呢 这边做了什么事情 这边做的东西是一个 它是一个Interpreter 注意到 就是你有想到 它的Interpreter是什么呢 看一下 直接看结论 就像做这样的东西 它是一个什么 数值运算 什么 乘BB 加AB 之类的 它是一个什么 数值操作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看好玩 就是我今天去做这个 同样是 同一个数字 你用纯粹Interpreter 去做的 它需要什么 需要 需要这个时间是2秒多 但是呢 在这个 在JIT版本 可以降到1.4 1.46秒 那这个技巧在哪 这个技巧在说 它底下有提到一些事 在底下技巧的时候 发现什么 发现呢 它反复的在 反复的在什么 在branch 注意到 这样的重复的branch 是很大的一个效果上的损失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前面提到 Gran F 的compiler 因为它产生出来 武器控制不好 它跳跃一直跳 跳跃 跳跃 但是如果你的程式码 可以很紧密的排在地形 避开这种动态事情 的那些跳跃 那你的cache 使用率就很好 但locate就更好 那因为 记忆体的成长跟不上CPU 在很早一些 40年前 CPU跟 CPU跟Memory 它没有差很多 速度差很多都很慢 但后来就进步很多 但记忆体没有进步那么大 所以比如说 你呢 花在 记忆体越多的实践成本 就越高 然后在这边来讲分支 还有一个问题 分支预测 也是一个大代价 那这边最大的代价就是分支预测 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等于后面下一个是加 还是成 你不晓得 所以你变成说每次都要跳到 那边去跳过来 那你就在这个分支预测 还有它的那个 ensurant cache 就就不是那么好 但是呢 如果你可以把分支预测改成这样 就是说 就是你看像这样 就是完全不需要分 不需要分解 它就是某种 某种序列 那这样就快多 所以GIT的想法是什么 就是我动态时期 去产生这样的 因为这个程式码是静态的 这程式码是斜死的 那你就想要我在执行时期 可以输出刚才那个序列 而且呢 我就不用一直在什么 一直在go to line go to去跳 不需要 我就是都是扩证价值 扩证价值的这个marchure code 它不跳跃 跳跃是影响效能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阿玛西西呢 其实有花一部分的心思在哪里 在实作这个GIT 那不过这个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不讲太多 那大概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好 然后 所以就说 希望呢 你对这个编辑原理 已经有比较多的认知 而且 当然有很多东西 系统都没讲 但是说 我们今天开发这个具体而为的吸引编辑 好 它可以让你对这个整个 相关流程非常了解 而且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其实它是一个跟我们的所存工业世纪相关的 那最重要是它每一个环节的就是光源相扣 好 那我们在这个你所不知道系源的这个系列讲座呢 其实就把这个就要好 这几个议题贯穿了 所以你在实作一个吸引编辑的时候 你在扩充一个这样吸引编辑的时候 可以学一下非常多东西 好 那最后呢 欢迎送配学大 那就在这边提醒一下 要怎么送配学呢 这边有几个带用事价 比如说JIT的描述 比如说OB Code做什么事啊 可以描述它 对 这边先写说OB Code 那可以补类似这样的东西 补一个说明 那刚刚那个手把手那个有英文版 所以可以参考英文版一些内容 描述 然后比方说你可以支援这个 Compound Assignment 听起来厉害对不对 Compound Assignment就是这款页 加等于 那目前呢 是不用支援加等于麻烦 所以我们因为扣起来很丑 对 对不对 什么叫没有支援的话 很麻烦给你欣赏一下 O等于O加 这个好 麻烦对不对 这个东西其实 其实你可以写什么 你可以写的O O加等于8 对不对 这不是清楚多对不对 但是因为我们家不支援Compound Assignment 但是如果说你支援Compound Assignment的话呢 就会 层次码可以写这么多 那再发展提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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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层次码不多 所以预计加进到阿玛西西的话 应该层次码不会 不会超过1700行 因为加进来层次码大概100多行而已 可能不到100 就是 他不会改太多 然后再次强化一些那个L Handling 这个是网友上提报的 就是 呃 用名有多喜动不叫 然后那个有些处理没有做好 所以这个 这个 这个 切误点 好 那么今天先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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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